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九十年代,我妈两万块钱将我卖给了村里的傻子 多年后,他们后悔了,求着我回家 我笑了,咱们早已经断绝了关系,你们忘了 妈,我的录取通知书呢? 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急声问我妈 我妈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什么录取通知书? 你没考上,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鼻子一酸,带着哭腔道 妈,于晴都和我说了,一个月前我的录取通知书就到了 他爸就是给你的 我的录取通知书在哪里? 妈,你给我吧,我想上学 马上九月,我判了一个暑假,却没有判来录取通知书 本以为自己没考上 没想到,却听同学于晴说 我的录取通知书早就拿给我妈了 他爸是镇上的游地员 他肯定不会空口无凭地说这话 我妈哼了一声,轻飘飘地道 撕了,一个女娃子,上什么大学? 我们能供你上高中就很不错了 你看看整个村里,也就你一个女娃上了高中 你还不知足?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妈 颤声问 妈,我通知书呢? 你给我吧 你不要逗我完了 没有通知书,我就上不了大学的 正巧这时,我爸拿着汗烟从屋内走出来 我忙哭着对我爸说 爸,你有看到我大学录取通知书吗? 我妈说她撕了 她是骗我的对不对? 爸,我想上大学 等我上了大学 以后挣钱了肯定会孝顺你们的 向来疼我的爸只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沉默地又吸了一口烟 这才开口道 你妈真的撕了 没没,这学,别上了 女娃子 只有嫁个好人家才有出头之日 上那么多学做什么哟 我的一颗心坠到了谷底 泪如泉涌 可我的父母跟陌生人似的冷眼看着我 我吸了吸鼻子 努力平静地道 爸,妈 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都自己想办法 不要你们出 等我大学毕业 肯定要比现在赚的钱多得多 以后给你们买衣服盖大房子 好不好 我妈呸了一声 我不指望 你个丫头骗子孝敬我 既然这事你知道了 我也不瞒着你了 我和你爸给你找了户人家 半个月后就嫁过去 包你想福 说起这事 我妈脸上露出了笑意 我惊得后退了两步 妈,你说什么呢 我这还没有满二十岁呢 不能结婚 我妈吃笑 说什么瞎话 咱村里闺女哪个不是十六七就嫁人的 你已经十八了 再不嫁 我跟你爸都要被人戳几两股了 可政府规定了 要满二十才能拿结婚证 那人先嫁过去 等二十了再拿呗 我爸接口 我几乎绝望 深吸了口气 努力镇定地道 是哪家人 爸妈 你们让我去上学 我给你们写欠条 等我大学毕业后 彩礼钱双倍还你们 好不好 我妈哈哈大笑 你以为你能下鸡蛋啊 还双倍还我们 彩礼两万 你还得起吗 我心慌地问 是哪家 村里根本没有拿得出这么高彩礼的人家 除了 果然 我爸冷淡地开口道 是傅家 为他家大儿傅平原求娶你 行了 你也是大姑娘了 家里什么情况 你也是知道的 我们全家供到你上高中 已经很不错了 你要知道感恩 如今 你大哥要娶亲 也是你该回报的时候了 你就牺牲一下 我只觉得浑身发冷 腿肚子都在打哆嗦 爸 可是傅平原是个傻子啊 没错 这傅家大儿是个傻子 是那种 发起怒来会打人 智商连三岁孩子 都不如的真正的傻子 而且最喜欢的恶作剧 就是仙女孩子的裙子 看人家的底裤颜色 我妈冷了脸 你嚷嚷什么 男人是傻不错 可人家家底后 你嫁过去后 就是享福的好日子 行了 听话 我尖叫着转身就想跑 不 我不嫁 我不嫁 你们逼我嫁 我就去派出所 告你们 现在可是新社会 却因为手脚发软 一个踉呛摔倒在地上 我爸吆喝着我哥 大德快来将你妹抓住了带回房去 大哥 姚大德几个剑步就到了我面前 在我还没有爬起来之前 毫不留情地将我按在了地上 我心里绝望 还是试探着低声哀求 哥 我不想嫁给傻子 你放了我好不好 姚大德冷哼一声 不好 你跑了 我就没钱娶媳妇了 我的手被姚大德无情地反锁着 动弹不得 一颗心如同在冰水里进了又进 也罢 这个大哥 向来不学无数 二十多的人了 整日好吃懒做 靠父母养活 本就不该 希望他能对我有怜惜之意 倒是父母 愿意让我读高中 让我曾经错误地认为 我与村里那些最终会被父母以高额彩礼卖掉的女孩子不同 虽然 从初中开始 我就一直在拿奖学金 基本没花过家里多少钱 现在想来 也不过是因为想要把我卖更高的价钱吧 我被家里人关在了屋子里 门被反锁 窗户被从外定死 吃饭 上厕所都让我在屋里解决 我心如死灰地听着父家的人上门 听着外面热热闹闹得如同过大年 再听着我妈请来的劝说大不对 排着队地劝我 告诉我 嫁进了父家 会是怎样的好日子 我连对他们的力气都没有 总归不过是收了好处 没落到自己身上不痛不痒罢了 我开始绝食 一日 两日 三日 我妈没了办法 将堂哥家的小侄女 放进我屋子里来与我说话 小侄女闻着屋内的臭味掩饰不住地嫌弃 小姑姑 你房子里不是香香的吗 怎么这么臭了 我一正 小姑娘什么也不懂 与我抱怨 我今儿本来和好朋友 约好了去捉蝴蝶的 可我妈非让我过来与你聊天 小姑姑 你怎么了 捉蝴蝶 我突然就想起书上说的 毛毛虫要经过艰难的蜕变 才能成为美丽的蝴蝶 心里突然就想明白过来 我为什么要为这些不爱我的人做见自己呢 真的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活着 才会有无限的可能 我笑着摸了摸小侄女的头 去玩吧 小姑姑不要你赔 你去告诉奶奶 小姑姑愿意吃饭了 我妈端着饭进来时 我淡淡地道 我们谈谈吧 你把爸和大哥都叫进来 一家四口齐聚一堂 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心里的念头愈发坚定起来 爸 妈 看来你们是铁定了心的 想要我嫁了 我淡淡地开口 我妈没好气地说 想明白了就赶紧吃饭 不然饿死了 我们也会让你嫁过去 我笑了 其实我只是看明白了 你们根本就没把我当女儿 只想拿我换彩礼 什么为了让我上高中 吃了多少苦 这怕只是为了 将我卖一个高价钱的说辞吧 行了 这些话我也不再想说 要我嫁可以 有两个条件 答应了 我好好吃饭好好备嫁 也不需要你们守着 不答应 那你们就抬着我的尸体 去傅家结婚吧 我爸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吸了口汗烟 道 什么条件 傅家挤得二万块的彩礼吧 很多了 我也不要多的 给我两千块 第二 找足老找村支书过来 咱们断绝关系 我嫁进傅家后 与姚家再无干系 我爸妈和姚大德对视一眼 我妈开口道 两千块太多了 我笑了 眼里全是累 看 他们最先想到的是钱太多了 而不是不舍得与我断绝关系 就像六岁那年 我将粥撒在了手上 我妈没心疼我手疼 却心疼撒掉的粥 就像十岁那年 我妈不见了两块钱 非说是我偷的 从晚上六七点打到半夜两三点 逼得我承认 却在第二天 在我哥口袋里 翻到了买零食剩下的伞钱 我哥这才承认那两块钱是他拿的 可爸妈连骂都没舍得骂他 反而问他乖仔是不是零花钱不够用 两千块 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我说到做到 反正嫁过去也是被人遭见 我冷着脸道 三人又凑到一起去商量 片刻后 我爸一锤定音 可以 我们答应你 但是你不能出幺蛾子 我笑笑 只要你们守承诺 我定不会闹 这两千块 得在结婚前一天晚上给我 不然 我当夜吊死在家里 当然 你们也可以让人看着我 可是我倒要看看 我去了富家是不是就不能死了 若是我死了 你猜 他们会不会找你们退回彩礼 我爸的脸色变得铁青 狠狠地看了我一会儿 最后横横地道 只要你听话 钱肯定给你 我满意了 低头八犯 不用再锁我 实在不放心 可以让人看着我 我不会再跑 反正身份证在你们手里 十日后 在我的坚持下 我爸叫来了村之书和族中老人做见证 与我签了一份断绝书 大意为 只要我嫁进了富家 就与姚家再无干系 村之书叹着气说 我傻 这女子出嫁 往后 定是要靠娘家的 我笑笑 没反驳 看着那份断绝书 心情却从未有过得好 往后 我没了家人 但同样 再也不会有人卖我 不会有人 将我视为 所有物随意处置 结婚前一日 一直到深夜 我爸和我妈都没提起 给我钱的事 我冷笑着 直接找了床单 就搭头木梯 挂到了屋中的横梁上 我妈见着了 尖声骂我 姚冉冉 你又闹得哪出 我淡淡地笑 钱呢 钱不给 我现在就吊死在你们面前 让你们拖着我的尸体 明日去富家 看富家是收还是不收 我妈白了脸 换了我爸过来 我爸冲上前来 就要给我一巴掌 我将脸往前伸了伸 打吧 明天让我肿着脸出嫁 挺好的 那一巴掌 便落到了桌子上 一个孽障 当初生了你就该扔进尿筒 你死算了 对于这些咒骂 这些日子我 已然有了抵抗力 充耳不闻 行了 别费口舌了 给钱 不给我马上就上路 说不定还能赶上子时 喝孟婆汤呢 姚大德不耐烦地 从屋外走了进来 行了 爸 妈 给她吧 不然这样闹得闹到什么时候 反正给了两千 还有一万八呢 而且给了这两千块 以后这死丫头 就得乖乖地待在傅家 咱们也不会有其他的麻烦 没想到 姚大德倒是识相了一回 我爸和我妈对视一眼 最后 我妈不情不愿地进了礼屋 拿了两千块钱出来 扔在我身上 要犯披子的命 给你给你 我看你这两千块 是不是能花一辈子 没出息的玩意儿 呸 我一声不吭地蹲下 默默将散落在地上的百元大钞 一张张地捡起来 心里总算是踏实了几分 在这谁都靠不上的时候 只有钱 才能让我觉得安稳 捡完钱 我站起身 淡淡地笑 一万八 算是我的卖身钱了 以后 我与你们再无关系 祝你们的好大儿 娶个能干的媳妇 也祝你们俩长寿百岁 娶个能干的媳妇 让你们也尝尝 如今这滋味 长寿百岁 生不如死 才能好好体会人生 不是吗 身后 是一连串的咒骂 身前 是浓厚的黑夜 我头也不回地钻了进去 次日是结婚的正日子 因为傅平原是傻子 所以婚礼从简 但傅家还是用了十几辆摩托来接亲 不过姚家的嫁妆实在是太寒酸 官里的人 有羡慕的 也有不屑的 我在各色的目光中 被载去了傅家 傅平原不仅傻 还长得肥头大耳的 在婚礼现场跑来跑去 跟个孩子似的 婚礼开始后 还是婆婆压着她 才算是让她与我一起过了礼 结果 刚过碗里 她突然上前一把掀开我的红色长裙 哈哈大笑道 让我看看你穿什么内裤 周围众人哈哈大笑 婆婆脸都清了 我不动声色地看她一眼 没吭声 反正我裙子下面还穿了长裤 知道这傻子有这样的癖好 我自然是早做了准备 果然 傅平原大失所望 旋即愤怒起来 你真是丑八怪 丑八怪 我打死你 说着就要上前打我 公公和婆婆忙上前拉住她 对我使了个眼色 示意我自己进心房 我没敢耽搁 低着头匆匆地进了心房 外面闹哄哄的一团 我心里也乱糟糟的 原本还抱着几丝希望 这傅平原不会太傻 这样受些委屈 也能正常地过日子 可看今天这情形 明显就不太可能 当晚 公公为了给傻子傅平原 示意洞房的事 竟然直接上手来扒拉我的衣服 我忍无可忍 尖叫道 爸 我叫你一声爸 你怎么能这样 公公黑了脸 我不教她 她如何知道 做这样的事 傅平原却是因为 看到我尖叫 兴奋地一边拉扯我一边大笑 我边退边躲 愤愤地问公公 那扯了我的衣服呢 其他的事 也要你来帮忙代劳一遍吗 公公老脸一红 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我冷冷地道 这事我也指望不上平原 我自己来 你出去吧 公公狐疑地看我 你自己能行吗 我抹了抹泪 在家里 我妈教了我 公公这才一步三回头地出了房门 可映在窗子上的两道影子 让我心里发寒 我急步走过去 将房门拴上 傅平原见他爸出去 学着他爸的样子 又来扯我的衣服 这一回我平静地让他扯 扯了几下 他就没了兴趣 我却笑了 凑过去对他说 我会捉蜻蜓 会飞的蜻蜓 果然 傅平原来了兴致 我要我要 你帮我捉 我点点头 要我帮你捉可以 你得听我的 傅平原不满地看我 最后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转身去桌上倒了杯水 背着身子将早就藏好的药粉 倒进了水里 然后端了杯子过去 你先把水喝了 然后我们玩一个游戏 这一回傅平原很乖 一大口就将水喝了 我不动声色地将杯子放回桌上 对他说 你来抓我 每次碰到我衣角 你就要笑 这样 你每笑一回 我就给你多抓 一只蜻蜓 果然 傅平原来了兴趣 立马就要伸手来抓我 我一个闪身躲开 尖叫着 从床的这头 跑到那一头 傅平原也兴奋地直叫唤 每次碰到我的衣角 都哈哈大笑 甚至为了抓住我 不停地摇晃着床 我跑得大汗淋漓 心里默束着时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傅平原倒了下去 药粉是带点昏迷效果的 加上运动致使血液循环加快 自然就加快了药效 看着傅平原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我大口大口地喘气 在瞄到窗户上的人影时 我又滴滴地哭出了声 片刻后 窗外的人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用了浑身的力气 将傅平原挪开一些 然后从架状里拿出剪刀 在手臂上 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割了个小口子 挤了几滴血到床单上 做完这一切 我又从屋里找出一床被子铺在了地上 这才躺上去 彻底地放松 我本想到傅家之后 用在姚家的办法 逼着傅家答应我一些条件 可如今看傅家这魂不吝的行事态度 怕是行不通 我按了按抽痛的额角 心中恍然一片 大抵是因为我与傅平原原房了 第二日 公婆带我的态度要好上许多 婆婆给我煮了两个鸡蛋 还往我手里塞了五块钱 说是零花钱 然后便吩咐我带着傅平原去玩 傅平原的记性倒是好 还记着捉蜻蜓的事 我只能做了兜网 带着她去捉蜻蜓 身后是婆婆满意的声音 果然是读了高中的女娃 就是不一样 只一夜就哄得平原认她了 这两万块没白花 我紧了紧手中的兜网 抿着唇加快了脚步 刚网住两只蜻蜓 傅平原就一手接过去 直接将蜻蜓碾压至死 一边还哈哈大笑 好玩 好玩 你快给我捉 我遍体声寒 却只能忍着恶心 继续给她捉蜻蜓 直到她完宴了 这才肯回家 结果 走到一半 遇上个穿红裙子的姑娘 傅平原几大步 就上去掀了人家的裙摆 拍着手大笑着说 摆底裤摆底裤 那姑娘反正过来后 瓦地一声就哭了 我吓了一跳 上前将早上婆婆 给的五块钱 塞到了那姑娘手中 轻声道 快走吧 别跟傻子计较 说完 我转身拽住了傅平原 轻声哄 回家去吧 妈给你做了红烧肉 好在傅平原 没再闹什么幺蛾子 乖乖地跟我回了家 回到家 我将路上的事 告诉了婆婆 没想到 婆婆满意地 拍了拍我的手 掏了一百块 塞进我手里 对 这种小事 以后就这么处理 没钱了 就来找我 记住了 咱家有的是钱 平原怎么高兴怎么来 我捏着那张 百元大钞的手紧了紧 随后的日子 我渐渐摸清了 傅平原的性子 尽量找些稀奇的玩意儿 让他在家玩 避免让他出门 在傅家第一个月 傅平原将院子里的猫摔死了 指着死猫哈哈大笑 在傅家第二个月 公公因为家里养的狗 突然朝他废 直接一棍子将狗打死 在傅家第三个月 我怀了孕 公婆乐得和不拢嘴 严厉禁止傅平原接触我 并且任何事都哄着我 我趁着这个机会 说无聊 想学计算机 公婆一商量 立马买了一台计算机 我用一周的时间 学会了打字 一周的时间 学会了办公软件 用半个月的时间 将简单的计算机装配 和修理学的七七八八 这期间 傅平原学会了喝酒 还学会了骑摩托车 并以此为乐 公婆怎么劝都劝不听 纷纷将矛头对准我 认为是我没有管好傅平原 我只能干呕几声 表示自己的无能为力 因着傅家有钱 即使傅平原是个傻子 还是有那么些二流子 愿意捧着他哄着他的 这日 傅平原又被人叫出去喝酒 到了晚上还没回 因着人是骑了车去的 公婆都担心得不得了 一家人出洞去寻 终于在个干涸的水沟里 寻到了翻车 昏迷不醒的傅平原 公婆吓得魂不守舍 当即要送去县医院 我自然是要跟着去的 看着婆婆慌乱的模样 我好心地提醒 妈 钱带了吗 还有证件 公公去叫车了 婆婆不敢离开 生怕她一走她儿子就没了 她带着哭腔 让我回家去拿卡和证件 详细地告诉了我地方 我一脸慌乱地往回跑 很庆幸的是 在婆婆放证件的柜子最里层 我翻到了我的身份证 我尝出一口气 将身份证贴身藏好 又将抽屉里的钱拿了几百 这才带着那些证件 又给傅平原收拾了几件衣服 匆匆地往出事的地儿赶 我到的时候 公公叫的车刚来 一路到了县医院 傅平原被送进急救室 我这才须托一般跌坐在 急救室外的凳子上 片刻后 我一脸苍白地捂着肚子 神情痛苦 婆婆无意中贴见我的神色 忙问 冉冉 怎么了 我冲她无力地笑了笑 摆了摆手道 不碍事 肚子有点疼 怕是刚受惊了 婆婆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 走 咱们去检查一下 可不要出什么 公公黑着脸道 瞎说什么 冉冉都说了 只是受了惊 我忐忑地看了公婆一眼 细声细气地道 妈 这还没满三个月呢 去医院不好 村子里有怀孕 没满三个月不能讲的说法 更是迷信地认为 孩子不能太早去医院检查 不然医院的那些个器具会伤着孩子 公公赞赏地看了我一眼 继续批评婆婆 你看看你 还不如冉冉了 冉冉说得对 这孩子得来不易 现在不能做什么检查 等下伤着咱们的宝贝 孙儿了 可怎么办 行了 既然是受惊了 就好好休息 婆婆反应过来 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块钱 好孩子 拿着 医院外面履设 你去里面住一晚 我摇头 妈 我受得住 平原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哪里睡得着 再怎么着 他也是孩子的爸爸呀 说着说着 我就抹起了泪 婆婆欣慰地看我一眼 和公公一起 劝我先去休息 这里有他们就行 实在不放心 明早再过来 推托不过 我只得起身往外走 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叮嘱 爸 妈 我就在医院外面的旅社 若是有什么事 就去叫我呀 公婆白手示意 我赶紧走 我还听见他们低声叹息 娶了个好儿媳妇 我唇脚勾起一抹笑 出了医院的大门 在路上拦了辆出租车 直奔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 买了最快开往绅士的一趟火车票 我躲在火车站的角落里 警惕地观察着来往人群 生怕运气不好 遇上什么公婆的熟人 还好 运气还算好 直到上了火车 都未出任何意外 火车启动 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终于安全了 什么怀孕 不过是悄悄去找了大夫 要了推迟月经的药 这几个月 开始是用迷药将傅平原迷晕 后来 和他熟了 拿捏住他的心思 他倒是乖乖地听话 我们俩自是没有同房的 哪里来的孩子 至于傅平原迷上喝酒和摩托车 不过是在他找那些二流子玩时 我若有肆无地透露几句真相 那些人就跟苍蝇似的盯上了傅平原 毕竟 这个傻子人傻钱多还好骗 稍微哄哄 只缝里撒一点也够他们花用好长时间 出事不过是早晚之事 假装怀孕不过是为了让傅家人放松警惕 认为我有了孩子 自会安心留在傅家 最起码也得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要电脑学技术 也是给我自己留一条后路 早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听老师说过 计算机算在中国算是新兴的行业 据说前景很好 事已 那一个月 我几乎是在拼命地学习 说困乏 想睡觉的时间 都是默默地窝在房里钻研电脑 还好 因着在学校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地学过些皮毛 自学的时候 我还算看得懂 只是我没想到 这个机会会来得这样的快 本来 我是想着实在不行 就买通个人 让傅平原犯一犯事 只要他一出事 富家必慌 我这才有可乘之机 只是这样多一个人知道我的小动作 风险就更高 事已 我一直没动 不成想 机会就这样送上了门 到达身世后 我第一次慌了 这里太大 比之我们那个小村子小县城 也太繁华 我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 我在车站里待了两天 贴身放在内裤口袋里的钱 我根本不敢拿出来 每日在洗手间洗漱 再去火车站的饭馆 免费帮忙 换取几口剩饭或是一个包子 两天后 我将这个城市几个区的情况大致打听出来一些 从一个过来进货的大姐口中 我得知了倒卖货物也是能挣钱的 我以常见识为由 死皮赖脸地跟着大姐去了批发市场 在批发市场混了五天 手里只有两千多块钱 不敢住旅社 晚上抹黑了脸去抢桥洞 白天则去公共厕所忍受着臭味换衣洗漱 在批发市场 我又打听到了各个摆摊的地方 跟随着来进货的人 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跑遍了周围大大小小 适合摆摊的地方 心里终于有了底气 我决定做与计算机有关的生意 只卖鼠标键盘 以及周边这些别人看不上眼的小东西 租了房子 睡了一个安稳觉后 我开始了我的摆摊生涯 果然 所料不错 因为价格便宜 生意竟然不错 第一天 净赚两百块 我几乎要喜极而泣 这是我真正意义上挣的第一笔钱 可还不等我高兴完 面前就拦了个人 我看着面前这个一看 就不好惹的男人 心中默默地想 不管如何 不能让他抢我的钱 没想到 这男人却是开口道 你是疑男的 我一正 旋即听出 他也带了思疑男的口音 拼命点头 试探地问 你也是 男人笑了 嗯 果然是老乡 我观察你两天了 就觉得你的口音像是老乡 嘿 走 请你吃饭 我拽着手里的货盒钱不敢动 男人笑了 行了 我在接那头做剑材生意的 都是老乡 怕什么 妹子 以后哥就罩着你 对了 哥叫徐松 以后就叫我松哥 你不是老大 主要是长得太像 徐松哈哈大笑 很多人都这样说 不过很遗憾 我不是 但我跟这一代的老大关系 还挺好 他一把拎起我的货 带着我往餐馆走 餐馆 我狼吞虎咽 已经好一段时间 没有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 我太急 也太怕眼前一切 一不小心就没了 我又要回到傅家那个牢笼 去做一个生孩子的工具 在面对着傅平原残忍的手段时 只能小心翼翼地苟活 徐松笑 慢慢吃 没人跟你抢 妹子 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宜南了 家里还好不 说实话 挺想的 我斟酌着将我所知道的好的一方面 都与他讲了 他听了 露出一丝惆怅来 半晌没说话 我却没办法共情 主要是我对那个地方 早就没了感情 后来 徐松又送我回租房 直到确定他离开 我提起的心裁 算是落下 之后的日子 往日总能遇上一两个的街头留子 倒是不再往前凑了 我心里明 大概是徐松起到了威慑作用 还就真的 照了我 我对他心存感激 偶尔抽空会做一两道家常菜 叫上他 这个时候 他总是会显得特别的高兴 因着我会的那点子 与电脑有关的三角猫功夫 还帮不少人解决了些小问题 这让我的生意越来越好 徐松笑我 应该开一个卖电脑的店 这样 赚得更多 也不用这么辛苦 这年头 电脑是贵重物品 我没钱没事的 哪里感动这块蛋糕 直到半年后 我手里已经攒下了一笔资金 这一日 我请徐松吃饭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徐松带着洞察一切的笑意道 我叹息 本来 没在你面前 我还觉得我挺厉害的 可明明你也没比我大几岁 怎么这一到你面前 我就觉得 我跟个孩子似的 徐松哈哈大笑 得 妹子 你这话我爱听 说吧 什么事 只要是不过分 哥吉尔都答应你了 我笑着提了合伙开电脑店的事 这些日子 我抽空跑了不少的地方 几个做电子的大厂 全跑遍了 进货的门道 也算是摸到了些 只是 总归还是没全没事的 一是拿不到合适的价格 二是不敢动这块蛋糕 至于徐松 我确实知道的 他在这一块 还有点关系 若是他出面 这电脑店 说不定能开起来 徐松挑了挑眉 神色严肃地 听完了我所有的计划 最后 我道 这个店三七分 你七我三 徐松看了我半赏 点了头 妹子 若是旁人 我肯定不答应 但你既然开了这个口 我自是答应的 不过妹子 你的大方倒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但这个便宜 哥不能占 五五分 同意咱们明日就开始 我不懂这玩意儿 店里有你负责 我只出资金 我没想到 徐松竟然这般照顾我 也不推辞 笑着硬了 之后便是无比忙碌的 一年又一年 常常忙的饭都顾不上吃 但赚的钱却也是一年比一年多 第三年 我靠着自己赚的钱 买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徐松笑着要我请客 最后 却是他带我去了一家西餐厅 他说 他早就喜欢上了我 想要和我结婚 我没有拒绝 却将与傅平原有关的那一段 讲给了他听 末了 我说 虽然我没与他拿结婚证 可在家里 那也是百过九节过婚的人 你好生考虑一下 再来与我说 我隐瞒了 没有与傅平原 同房这件事 徐松脸色很沉 送我回去的路上 一言不发 我也不在意 如今 我虽然没有成为很厉害的那种人 但是 总归 不再一无所有 女人 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就会有更多的安全感 之后三天 我没再见到徐松 我已经在思考着 和他拆股的事了 这日 他进了店里 胡子拉叉 盯着我看了许久 才道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我还是想要娶你 想好了 不在意 我淡淡地问 嗯 这两天 我想了许多 要说 一点都不在意 那是假的 可是我觉得吧 我也算是 有精力 有阅历的男人 实在不该目光如此短浅 盯在这一处看 再说 那些事都不是你的错 我点头 也成 不过 我也有条件 你说 结婚后 我自己的财产 不管以后 发生什么 都是我自己的 另外 我还要继续做生意 你不能让我待在家里带孩子 还有 以后 我可能会在身世这边不回疑难 这一点你要有心理准备 徐松脸上露出了笑意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 这些都是小事 我知道了你的故事 自然就知道你的打算 其实 我老家也没什么人了 回不回的 都无所谓了 称 那明天回宜南领证 我迟疑了一瞬 点了头 总得回去一回的 我的户口还在那里 不过还好 这次不是我一个人 回到宜南县 我和徐松先去了他家 他家除了个单身的哑巴叔叔 就真的再无其他人 他对我说 他是他叔养大的 在他八岁的时候 他爸妈就过世了 这些年 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叔 我笑 那就将叔叔接到绅士去 以后一家人一起 徐松脸开嘴笑得很开怀 中途 我自己去县城转了一圈 富家太特殊 很好打听 只是没想到 这消息倒是让我吃了一惊 几年前 富家儿媳妇跑了 大着肚子就跑了 富家人找了几个月 将宜南快翻了个底朝天 没找到人 之后 又去儿媳妇的娘家闹了几回 想要将彩礼钱拿回来 那户人家也是狠的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富家气不过 将那户人家的儿子打断了一条腿 这才罢手 之后 又娶了一个儿媳妇回来 只是这回啊 那个儿媳妇不会哄人 惹得他家那个傻儿子 常常将人打个半死 最后 和一群二流子喝酒时 让那群二流子轮了他媳妇 还当场将人杀了 我打了个寒战 若是我没有逃走 那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下场 想起傅平原的眼神 我觉得不无可能 可因为他是傻子 没办法判刑 这儿媳妇娘家有个哥哥 据说他会嫁进傅家 就是当时他哥哥生了重病要前置 他娘家的哥哥心里不愤 带着个机会 拼着自己坐牢 将人给砍死了 傅老头的老婆因此疯了 傅老头这些年 做生意也得罪了不少人 那些被他得罪狠了的 全都上来踩两脚 傅家每两个月 就破落得什么都不剩了 哎 那人边摇头边叹息 也不知道他叹息个啥 我给了他五十块 谢过人 回了徐松家 徐松道 倒是恶人有恶报了 我尝出一口气 嗯 傅家到了 我就不怕了 你我回村里去把户口签出来 我陪你去 次日 我先去了派出所询问 派出所说签户口必须户口本源建 我只得回姚家 姚家早已起了两层的小楼房 想来是拿姚大德的那条腿换的 只是不知道 瘸了腿的姚大德 娶到了媳妇吗 刚进院子 我就看到个很胖的女人 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你谁呀 做什么 我笑了 你是姚大德的媳妇 女人点头 我说 我与姚家有点亲戚关系 当初户口上他们家了 现在我想签户口走 我给你一千块 你把户口本拿出来给我 怎么样 女人眼睛一亮 脸上尽是笑意 好 你进屋坐 我马上去拿 说着就直奔屋内去了 我和徐松并没有进屋 而是在院子里转了转 听到屋内似是有打麻将的声音 还有姚大德的怒吼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十几分钟后 那女人兴冲冲地拿着户口本就来了 我笑着接过 取出了我自己的那页 将户口本还给了她 然后当场点了一千块给她 她笑咪咪地接过 点了点 看神情非常满意 我妈就是这时候回来的 她看到我愣了愣 再看到自家儿媳妇手上的户口本时 立马明白了 嗷的一声就扑了过去 你个败家玩意儿 你把她的户口给她了是不是 女人横眉一束 老不死的 你再骂一句试试 我给她了 怎么了 你还想打我呀 女人说着还上前几步 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相反 我妈却似是害怕 后退了几步 反应过来后 尖叫一声 就朝女人扑了过去 我打死你个败家玩意儿 没想到 女人啪啪 就是两巴掌 打得我妈眼冒金星 一屁股坐到地上 大声地嚎哭起来 屋内突然传来 姚大德的怒吼 哭什么哭 哭丧呢 我还没死呢 回来了就去做饭 把这小兔崽子拉开 吵死了 我妈闭了嘴 只是脸上的泪显示 她是真的很伤心 我好笑地看着这一切 没想到多年的愿望 竟然成了真 无异于掺和这些 我拉着徐松就要离开 我妈却拦住了我 哭着道 冉冉 你回来了就不要再走了 妈和爸后悔了 后悔了呀 留下吧 妈会好好待你的 我冷笑道 抱歉哪 我们几年前就断绝了关系 你忘了吗 没事 你忘了我那里还有断绝书呢 要不要拿给你看看 我妈被掖住 骂道 你至于这么狠心吗 当年你不是逃跑了吗 怎么就还记恨自己的父母 记恨到如今 你个白眼狼 不笑地死丫头 我摆摆手 哦 我逃走了就不该记这仇了 那是不是杀人未遂就不用坐牢啊 我妈说不过我 又朝那个女儿怒吼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 你就这样把户口本给她 那个女人吃笑 我当然知道 家里户口本上就那么几个人 我说妹子倒也是命苦 摊上你这样的父母 不赶紧将户口迁出去 还等着被你拿捏呀 行了呀 别嚎了 赶紧做饭去 不然你儿子待会儿骂人 我可拦不住 我笑了 没想到姚大德 竟然还娶到了这么个有趣的媳妇 这也算是姚家祖坟冒清烟了 不过此间种种 已然与我无关 我签了户口 和徐松带着他的叔叔去了绅士 在绅士 我们简单地办了婚礼 依然过着忙碌又踏实的生活 一年后 我生了个儿子 徐松的叔叔帮忙带 此后 我们终生没有再回宜南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养猪的王姐 突然叫我半夜去给猪看病 他问我如果人跟猪那个之后会怎样 我以为这是开玩笑 谁知道 我竟然真的见到了住在猪圈的人 我叫罗帅 是一名大肆的兽医专业学生 临近毕业学校 让我们到各地的村庄去实习 实习内容 你照顾任何动物都可以 只要你完整地记录下 这个过程呢 你就能顺利地通过毕业 说实话 兽医专业的学生 还是很痛苦的 整天除了和动物打交道 就是和屎尿打交道 要是能时光倒流 我一定不会选兽医专业 同学们都去了距离学校 比较近的村子 我这个人喜欢安静 就选了大多数人不愿意去的白水村 白水村位置偏僻 和外界的沟通只有一条土路 而且南方多雨 一下雨这土路就走不了了 所以村民们与外界的沟通也比较少 说一句与世隔绝也不算过分 虽然这么说 但人们都说白水村的村民很有钱 也不知道这是传闻还是真的 来到白水村是村长老刘接待的我 这大学生还出来养猪 老刘对于我来 白水村养猪很是不可思议 白水村虽然与世隔绝 但村里的猪种血统相当的纯正 这也为我们这些大学生研究中国猪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听老刘这么说 我感到一阵羞愧 大学生又能怎样 毕了业不照样是给资本家搬砖打工 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工作罢了 我们学校老师都说 白水村的猪种保存得特别好 来这里学习研究一下 也是不错的 老刘一听 我这么说顿时乐开了花 滔滔不绝地 给我讲述了半天白水村猪种的优势 要不是我拦住 让老刘给我去找猪的地方 我估计他还能讲半天 按着白水村 要说猪的地方 你也只能住王翠萍家里了 白水村人口本来就少 大多数人家也没有多余的房间 王翠萍他男人不在家 你住那里正合适 听村长这么说 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这王翠萍肯定是个女人 我这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想不多想都难 村长就没别的地方了吗 我还是挺希望住在别的地方的 哪怕简陋点 没了没了 你别担心村里人风言风语 王翠萍厉害得很 你就别想了 村长肯定是看出了我的顾虑 马上安慰我 他这么一说 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王翠萍男人在外面干着事 他自己也在家里养着猪 你别看他是个女人 可比男人要能干得多 村长老刘一边说着一边 把我带到了王翠萍家里 这一路上 我看见不少白水村民家里盖的 都是大平房 而且占地面积都不小 王翠萍家里的围墙并不高 所以很清楚地看见里面 有四间房和几个猪圈 翠萍 翠萍 村长扯着嗓子喊着王翠萍 来了 村长你找俺干啥呀 王翠萍慌慌张张地从猪圈里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一丝慌乱的神色 翠萍 这是来咱村里实习的大学生 这段时间先住你家里 过俩月 他就走了 王翠萍听村长这么说 脸上顿时露出为难的神色 村长 俺还有男人呢 你让这一大小伙子住俺家里 俺男人不生气吗 王翠萍的话肯定是站里的 但村长根本不听 翠萍 你啥样子村里人谁不知道 你这脾气比男人还暴 你给他一百个胆 他也不敢动你啊 王翠萍听了村长的话 笑了出来 答应村长让我住在他的家里 大学生 村里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你要是不听到时候出了事 我可不管 临走村长叮嘱我要听村民的话 不要和他们起争端 我点点头 入乡随俗按照人家的规矩来 肯定不会错 简单地收拾之后 我就正式入住在了王翠萍的家 刚收拾完王翠萍 就把我拉到一边 大学生 我家的猪挺凶 你没事别往猪圈跑 要是被咬了 我可不管你 听王翠萍这么说 我心中有些不屑 这大学四年什么凶狠的动物 我没见过 猪牛羊这种牲畜 我见的就更多了 它再厉害 你不招惹它 它也不会咬你 虽然王翠萍的要求 有些莫名其妙 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在王翠萍家收拾完之后 也已经来到了晚上 我吃完饭 简单地洗漱一翻后 就准备上床睡觉 但这个时候 我竟然看见王翠萍开门 悄悄地走进了猪圈里 大半夜的王翠萍进猪圈干什么 不一会儿 我就见王翠萍 从猪圈里翻了出来 王翠萍家的院子很大 整个村子里也找不到几家 他家的猪圈 全部盖在了东北角 如果从屋里往那边看的话 会发现视野很窄 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也许是给猪打针吧 我给自己找了一个 合适的理由 然后躺在床上 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 王翠萍叫我起床吃饭 翠萍姐 你昨天晚上上猪圈干啥去了 吃饭的时候 我问起王翠萍昨天晚上的事 王翠萍愣了一下 随即恢复正常的神色 有头猪生病了 我昨天给他打了一针 王翠萍在撒谎 我昨天根本没有听见猪叫的声音 所以他昨天晚上根本没有给猪打针 不过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既然人家有自己的事 不想告诉我 那我也没有必要多问 吃完饭后 我就来到了村里的养猪大户李成龙家里 李成龙养着二十多头母猪 而且全部是当地的猪种 跟着李成龙肯定能学习到不少有用的经验 你这大学生还用跟我学习呀 李成龙笑着给猪卫时 虽然昨天已经和他沟通好了 但是李成龙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没事 李叔 你就正常干活 用我的时候叫我就行 其余的时间我就自己干就行 行 李成龙见我这么说 也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毕竟我来这里是实习的 我也不能给人家造成麻烦 不得不说李成龙是一个出色的养猪大户 今天我就碰见了一个脱缸的猪 李成龙让我帮他控制猪猪 然后和他老婆一起缝起来 小罗 听别人说 村长把你安排在了王翠平家里 一边干着活 李成龙就问我是不是住在了那里 李成龙也是一个能干的女人 她力气甚至比我还大 是啊 王翠平大姐还是不错的 不错个屁 小罗你没事 别往他家猪圈跑 别到时候没了你都不知道 李成龙这句话让我有些疑惑 王翠平家的猪圈到底有什么问题 闭嘴不该说的别说 李叔怒斥一声 随即麻利地治好了猪的脱缸 李叔好像对王翠平家的猪圈讳莫如深 似乎猪圈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是他俩二人的谈话 让我更加好奇王翠平家里的猪圈 忙碌了一天之后 就在我准备上床睡觉时 王翠平敲响了我的房门 小罗我有头猪出了毛病 你看你能治吗 王翠平这么一说 我顿时来了精神 这样子我就可以接近他家的猪圈了 正好让我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没问题 翠平姐 你带着我过去吧 王翠平很快就带我来到了天房屋里 我有些失望竟然不是来到猪圈 屋里的地上躺着一头半大的黑猪 这猪体型不大 但是它嘴边的獠牙特别的长 而且我能闻见这头猪嘴里有很明显的腥臭味 这头猪肯定是长期吃肉长大的 如果不吃肉 那么它嘴里的腥臭味不会这么浓烈 但是养猪为什么要喂肉呢 这让我的心里百思不得其解 翠平姐 这猪咋了 我来到黑猪的身边 一边检查一边询问王翠平 给这黑猪检查的时候 我发现它异常的凶猛 总是想用它那张大嘴咬我的手 它就是拉锡 不爱吃东西 有时候还带血 我一听王翠平的描述 就知道这头猪是得了利己 利己这个病死亡率很高的 所以要及时地医治 我赶紧跑到李叔的家里 要了一支兽药 当着王翠平的面 给猪打了进去 把它放在这屋里等两天吧 过两天估计就好了 王翠平对于我的话深信不疑 我忙完后就准备回去睡觉 谁知道我竟然看见一个人影 出现在东北角的猪圈里 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赶紧拍了拍脸 可再次看的时候 发现里面还是有一个人影 难道王翠平东北角的猪圈里养的是人 小罗怎么了 王翠平见我一直盯着东北角的猪圈看 语气里带着一丝慌张 没事 翠平姐可能是太累了 我先回去睡觉了 回到屋里我根本没有睡 我假装睡觉 躺在床上 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如果王翠平睡着了 那我就趁机到猪圈里看一看 谁知道这个时候王翠平竟然悄悄地来到了我的屋里 小罗 小罗 你睡了吗 王翠平轻声叫着我的名字 我眼睛睁开一条缝 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没想到 王翠平竟然快一姐带起来 说起来 王翠平的年纪也不大 才三十刚出头 她的身材也是特别的好 经常干活的身体显得特别结实 小麦色的皮肤 有一种健康的美 小罗 翠平姐已经不知道男人是啥玩儿了 王翠平赤裸地坐在床头 冲着我诉说着 看来他男人常年在外工作 让一直待在家里的王翠平也是有些不满 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自然是受不了这种诱惑 我赶紧闭上眼 转过身去不让自己受到他的打扰 小罗 你别装了 姐知道你醒着呢 你就说你想不想吧 王翠平毫无顾忌地推了我一下 我知道自己再怎么装 也装不下去了 翠平姐 这样子不好吧 你不是有男人吗 我立马坐了起来 把衣服往下拉了几下 看着王翠平的身体 我吞咽了好几口唾沫 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我那男人跟死了一样 有什么区别 小罗 你不如现在和我享受享受 王翠平直接拉起我的手放在了她的胸前 小罗 你说翠平姐漂亮吗 王翠平搂住我的脖子 暧昧地问道 漂亮 漂亮 这个时候我居然看见一道人影站在窗外 把我吓了一跳 我一把推开王翠平 连鞋固步地穿就跑了出去 谁知道王翠平 谁知道王翠平会不会是故意勾引我 然后让别人把我俩捉肩在床 我光着脖子 我光着脚跑出了王翠平的家里 谁知道刚一出门我就碰见了村长老刘 小罗 这是咋了 慌慌张张的 村长老刘打着一盏灯笼 站在我的不远处 村长 我 我没事 我估计是犯了梦游了 到嘴边的话 我又咽了回去 村长这个时候 出现在王翠平家门口 也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村长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打这个灯笼干什么 老了 睡觉睡得少 就打着灯笼出来逛几圈 黑灯瞎火地看不见摔着了 我这老人家也糟不住 老刘咳嗽了几声 给我解释道 王翠平这个时候 也跟了出来 翠平 照顾好小罗 别出啥意外 还有不要吓着小罗 他一个大学生不抵村里人 老刘见王翠平走出来 就叮嘱了几句 又打着灯笼 往他家的方向走去 王翠平带着心惊胆战地 我走回了屋里 我还指望 刚才的老刘能保护我一下 现在的我彻底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小罗你跑啥 送上门的肉不吃 王翠平哀怨地看了我一眼 翠平姐知道 你是正经的男人 以后也不勾引你了 你就在村里好好实习吧 不过还是不要乱跑 小心失踪后 没人去找你 王翠平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让我自己去体会他的意思 经历过这两场诡异的事情之后 我也变得老实起来 无论外面出现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去管 我只管好我自己的毕业设计和研究数据就可以了 这也让我平安地过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 王翠平的男人李大山也回来了 他见我和王翠平孤男寡女地住在一个家里 不但没有恼怒 反而十分热情地款待了我 虽然李大山的这些操作很让人费解 但他确确实实地是一个很好的人 今天傍晚 我刚从李叔家干完活回来 就看见王翠平站在门口等着我 小罗 你过来 翠平姐问你件事 王翠平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 小罗 你说猪要和人那个了 会不会有事啊 哪个 王翠平的话让我有些搞不懂 什么叫猪和人那个了 就是 就是猪和人能繁殖吗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王翠平的话让我大跌眼镜 猪和人怎么能繁殖呢 这压根不是同一种生物啊 作为一个人 怎么可能没有这种常识呢 王翠平听了我的也是如释重负 前两天安给猪人公受惊 不小心沾到裙子上一点 我怕出事 他的话让我有些无奈 怎么可能会有事呢 可是王翠平家里就有公猪 为什么要人工受惊呢 小罗 今天晚上我和矮男人有事要出去 你就帮我俩看会儿家 太晚了你就先睡 不用管我俩拉了一会儿家常之后 王翠平就跟着李大山 开着自家的小乡货走了 确定看不见汽车后 我就来到了王翠平家东北角的猪圈旁 我倒要看看他家猪圈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仔细观察之后 王翠平家里的猪圈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他为什么就不让我靠近这里呢 让我有点奇怪的是 现在已经晚上了 猪圈里的猪还在石槽那里吭哧吭哧地吃着 猪吃石的过程中 有时候我还能听见一两声清脆的嘎嘣声 就像是在啃骨头 王翠平家里的猪火石这么好吗 还有肉骨头吃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往猪石槽里照过去 看见几头猪正在围着一个长条状的物体啃着 猪嘴上全是血 而且看着长条状的物体 有点像人的手臂 我心中一惊 跳进猪圈里把猪赶走 拿起石槽的东西端向起来 真的是手臂 不是孩子的 就是女人的手臂 我怪叫一声 连滚带爬地跑出了猪圈 随后我又在别的猪圈里发现了不同的人体部位 甚至还有人体器官 王翠平竟然把人的器官喂猪 这简直是丧心病狂 这是多么恶毒的行径 此时我又听见汽车鸣喇叭的声音 毫无疑问是王翠平他们夫妻俩回来了 我赶紧躲进屋里 假装睡觉大气不敢出 李大山 小罗不会坏了咱们的事吧 这次是不是有点明目张胆了 王翠平从车上跳下来 有些担忧地看着车厢 那小子傻 他能看出来傻 上次我让你去勾引他都把他吓了半死 这不老实了 快一个月了 本来是想让你勾引他 把他赶出去的 现在他老老实实的也行 不用多想 他知道了也没有关系 李大山冲着王翠平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很明显是说如果我要是泄露秘密 就把我杀人灭口 而且李大山居然让他老婆王翠平 勾引我来 把我赶出去 加上我之前在猪圈里看到的那段手臂 我知道李大山夫妻俩肯定干着违法犯罪的勾当 汽车很快开进了院子 李大山停好车后 车尾正对着我这屋的窗户 借着月光 我看清楚李大山俩人从车里扔下几个女孩 女孩们全身赤裸着 看样子年纪都不大 这两个畜生居然做着人口贩卖的生意 李大山和王翠平用铁链子拴住女孩们 然后就和牵狗一样 大摇大摆地把他们牵到了猪圈里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他俩把女孩牵进了猪圈里 原来王翠平不让我靠近猪圈是这个意思 他们两个人忙完后 就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回到了屋里 两人兴奋地交谈着这几个女孩能卖多少钱 这趟卖完了咱们起码能挣十万 两个人肆无忌惮地谈论着 如何把这些女孩卖更高的价格 听着他俩说的话 我久久不能入睡 我把拳头使劲地垂在地上 心中的怒火 无处发泄 明天我一定要告诉村长 报警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我偷偷跑到角落里报警告诉了警察的情况 随即我来到村长家里 告诉了村长我昨晚的所见所闻 什么 老刘听完我说的话也吃了一惊 这里大山和王翠平看样子平时老实本分 没想到竟然干这种桑尽天良的勾当 我告诉老刘我已经报了警 现在最好不要惊动他们 等警察来了之后 把他们俩一举抓获 解救那些关在猪圈子里的女孩 行 小罗 你先回去帮我盯着李大山夫妇 我去村里叫人准备一下 我一边佩服老刘的深谋远虑 一边回到王翠平家里盯着他们夫妻二人 今天倒也奇怪 李大山和王翠平居然都没有出去干活 俩人就守在家里看电视 我也不敢上前过问 生怕暴露了自己 就这么煎熬地等着 过了不知多久 警察来了 村长也带着一群人来到了他家门口 你好 我们接到群众报案 说你家拐卖人口 请方便配合一下 李大山夫妇听见警察这么说 也是有些震惊 俩人不断地解释着他们没有拐卖人口 大山啊 你就配合调查一下 要是被冤枉了 我也替你出头 在村长的安抚下 李大山二人才同意警察搜寻家里 不过是死鸭子嘴硬罢了 我在心里不懈地看着这二人 这演技都可以拿奥斯卡金像奖了 可谁知道所有警察搜寻了一圈之后 却发现没有任何女孩的踪迹 不可能 他绝对把人藏在了别的地方 我根本不接受警察的搜寻结果 我歇斯底里地喊着 希望警察能再从别的地方搜查一下 村民们见我这样的反应 或多或少的都皱起了眉头 他们已经在心里对我产生了意见 警察同志 你们搜也搜了 问也问了 俺家现在不是啥也没有吗 要照小罗这么说 俺家这不被冤枉了 李大山摊开手 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对 不能冤枉好人 李大山两口子在俺村里口碑好着呢 村民们顿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纷纷为李大山打抱不平 王翠平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知道我彻底输了 年轻人 下次搞清楚状况再来报警 不要浪费社会公共资源 警察也憋了一肚子火 教训了我一顿 村长带着一群人把警察送走了 看着回来的村长我还想说些什么 脑后勺就被人痛击一下 然后晕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躺在一个肮脏的地方 周围都是恶臭的味道 我竟然被扔在了猪圈里 我想要挣扎 却发现自己的脖子被铁象圈捆住了 能够活动的范围实在有限 我的旁边睡着几头飙肥体壮的大黑猪 嘴里散发着腥臭的味道 我的旁边还拴着好几个女孩 她们穿得破破烂烂 脸上脏兮兮的 空洞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神采 此时的我也已经明白过来 为什么王翠萍当时会问我猪和人会不会有后代 这么多女孩在猪圈里 小杂种 你醒了 李大山站在外面得意地看着我 这村里的村民都干这事 你断了我们的收入来源 能不招人恨吗 要不是村长提前告诉我 我还真就被你给办了一下子 李大山的话让我内心震惊不已 没想到村长老刘竟然是贩卖人口的包庇者 我竟然还傻乎乎地以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头 我干了这么多年人口买卖 还没卖过男的呢 没准器官值个钱 那到时候卖器官就好了 六 李大山说了 他要把我养好了 然后把我身上的器官全都卖到黑市 一定能挣一大笔钱 他单独地把我关在了一个猪圈里 猪吃什么 他就给我吃什么 刚开始的我还能撑住 但后来我饿得头晕眼花 我大口吃起来石草里的猪饲料 这才对 嘿嘿 吃饱了才能卖个好价 李大山和王翠萍夫妻俩 每天都站在猪圈外嘲讽着我 有时候他俩还会赶进来一头猪 让这头猪来折磨我 今天村长老刘来到李大山家里 站在猪圈外一脸惋惜地看着我 我都说了让你听村民的话 你不听 还想坏了我们的收入来源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狗屁 你们这是违法犯罪 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我朝着老刘催了口唾沫 这道貌黯然的老东西 让我感觉很恶心 你还敢催村长 李大山拿着铁锹跳进猪圈里 对我就是一顿毒打 法律 在白水村村长就是法律 这里家家户户都卖女人 你以为谁都和老李两口子傻不拉击的 老李他们这种过法 富不起来 我死死地盯着李大山 你就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吗 李大山听了疯狂大笑 猪圈外的老刘也忍不住教育我 到底是大学生 这社会让谁和你讲良心 讲良心的早死了 也就老李两口子傻不拉击的想起良心吧 李大山朝我吐了一口浓潭 然后他就带着村长到屋里喝酒去了 我在猪圈里听着他们几人喝酒大声说笑的声音 心里很不是滋味 谁知道我出于好心 竟然落到了这么一个下场 整个村子的人都狼狈为奸 李大山和村长他们喝酒喝到了后半夜 睡着后的李大山呼噜震山响 我在猪圈里都能听到 小罗 小罗 听得见吗 猪圈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一个人影很快出现在猪圈旁边 竟然是李叔 李叔 你怎么来了 我激动地看着李叔 我知道他一定是来救我的 哎 小罗你还是太年轻了 半是太冲动 被他们抓了也不稀奇 我听着李叔的话 惭愧地低下了头 是我确实低估了人性险恶 太过于相信别人 李叔走进猪圈里 掏出钥匙给我打开了锁链 走吧 跑出去报警 李叔说着塞给我一部手机 上面有着所有村民的罪证 记住一定要安全地交给警察手里 我拿着李叔给我的东西 翻出王翠平家之后 就开始疯狂地跑 我根本不敢停下 生怕有人追上抓住我再次扔到猪圈里 我不知道跑出去白水村有多久 当我停下的时候 我距离镇上已经没有多远了 此时早上的太阳已经微微地升起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瘫软在地上躺了下去 此时我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 上午的时候 我把手机交给了警方 警察确认罪证后迅速出击 把以村长为首的白水村贩卖人口的罪恶团伙 连根拔起 不但如此 警方甚至还在白水村搜到了火药和土枪 如果不是警察迅速出击 恐怕这里会有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警方从白水村里解救了四十多名女孩 还在李大山家的地窖里找到了不少白骨 当地的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 顿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一时间各地都报道其 以村为代表的犯罪团伙被抓捕 白水村犯罪团伙被端掉后 我尝试着去找了一下李叔和李沈 却发现这两个人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不见 因为地方株种的重要性 白水村的特色株种都被省级政府接管 进行科学的培养和繁殖 我也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实习作业 甚至还在毕业的时候 拿到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看见导师群中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我开心地走到他们两个身边 这两个人就是我寻找许久的李叔和李沈 小罗不错 你成长了不少 学校里希望你能够留掉任职 你看可以接受吗 李叔微笑地看着我 必须接受 婚后婆婆对我异常殷勤 壮破丈夫秘密 我才知她安得什么心 我这样做所有人都傻眼了 约安娜沉默地站在原地 如同一只冷不防被人泼了一大盆冷水的兔子 她冷眼看着眼前手忙脚乱的人 突然意识到 曾经她自以为完美的婚姻原来是场骗局 约安娜和唐子伯已经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 但实际上他们才认识了一年多而已 没错 他们是闪婚 约安娜曾是个心高气傲的小姑娘 不过那时的她自是有着心高气傲的资本的 年轻 又有着天生的好皮囊 从娘胎里就带出来的高智商 让她得到一个高学历和好工作 性格好 又玩得开 这样的她 自然是不把那一大堆的追求者放在眼里 总觉得等结婚的时候到了 再挑个核心的人在一起就行了 但不知不觉间 约安娜就将近三十了 到了被人称圣女催结婚的年纪了 这是她环顾曾经的追求者和四周的朋友 发现各个都有结婚对象了 她才发现自己被剩下了 于是 于安娜开始被逼着疯狂徘徊于各种相亲之间 但在相亲场上 她的心高气傲就变成了自视甚高 她已经不再年轻 皮肤也不再吹弹可破 在这个社会上 一向引以为豪的高学历甚至成了她的劣势 漂亮高傲的白雪公主 一夜之间变成了灰姑娘 她不再具有任何优势 她喜欢得觉得她不够合适 觉得她不错的吧 她又看不上人家 在这种疲惫不堪的情况下 于安娜觉得自己即将心态全崩 就是在那时候 唐紫博出现了 唐紫博是她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总之是在她跟朋友聚会时认识的 她几乎是在她刚出场的时候 就被她迷住了 时不时地瞄对方两眼 长久以来 女孩的矜持让她没有直接走过去 但对方却很快就发现了她 她对她笑了笑 她微微地脸红低下头 旁边的朋友打趣道 怎么 看上人家了 不去试试多可惜呀 相亲这么久 却还是单身 她不再自信 但朋友还是牵线帮她要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真正认识后不久 于安娜就万分欢喜地确信唐紫博是个极品好男人 她跟她年纪相仿 只比她大一岁 共同话题多到令她不敢置信的地步 且她非常尊重女人 温文尔雅 言谈举止 尖透露出的修养让人感到很舒服 朋友还说过她从没交过女朋友 很少跟异性有太多来往 更重要的是 于安娜能够明确感受到 她对她是有意思的 但另于安娜感到遗憾的是 尽管她们很聊得来 她很欣赏她 且无数次暗示她 但她却熟视无睹 唐紫博既没有明确提出在一起 也从来没有拒绝 甚至时不时给她一些她对她有好感的信息 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让她有些焦躁 后来甚至变成一种执着 让她主动忽视掉了很多细节 且使钟令于安娜奇怪的是 她非常抗拒他们之间的肢体接触 哪怕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手 她的反应也会很大 她会惊恐甚至厌恶 唐紫博给出的解释是 她是一个不太习惯肢体接触的人 无论是跟谁 于安娜其实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 但还没等她有所怀疑 事情就朝着她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 在他们认识的第34天 于安娜还没做好准备 他们就发生了关系 虽然她第二天醒来时 对这件事一点印象都没有 虽然她的记忆 还停留在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的那一杯酒 但面对着满是狼藉 还有唐紫博微带歉意的一句安娜 我爱你 我会对你负责的 她什么话都哽在咽喉里 说不出来 更何况 不久后就检测出她怀孕了 其实于安娜是个相当保守的姑娘 尽管对唐紫博已经相当认同 但她也从没想过闪婚和未婚先运会出现在她的人生里 她本预想的恋爱是互相认识了解一段时间后再确定交往关系 交往很久后再考虑是否适合结婚 这个过程怎么着也要有个两三年吧 就连她糊里糊涂地坐在婚车里时 她也还是真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就结婚了 不过 没想到归没想到 她还是对这段闪电一样速度的婚姻很是满意 她对她很好很好 好到有时候 她觉得她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 就是要来弥补她 直到她生出孩子前 她也还是觉得虽然是闪婚 但他们之间却没有一点不了解 唐紫博对于安娜事事周到体贴 海誓山盟一般向她承诺会照顾好她 她甚至因此在她我会努力赚钱养家 你好好在家休息地劝说下辞了职 她怀孕的那段时间里 只要她一句话 她甚至能跑到离家半个城市远的店里买她想要的甜品 还不止一次 她的表现处处体现出她对她的爱 甜言蜜语也从来不缺 可于安娜还是莫名其妙地感觉怪怪的 她也不知道是眼神还是什么 她觉得她不爱她 一点也不 可就连她最好的朋友都羡慕极度恨地说她想的太多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她那样子一看就是爱惨了你好 她也就劝自己放下了心 在这段完美的婚姻里 就连婆婆也通情达理 唯一令她不解的是 婆婆对她好的不对劲 偶尔还流露出一点疑似愧疚的情绪 不过唐子博总告诉她是她的错觉 就连她自己也觉得是孕期恐慌 她在发现端倪前还甜滋滋地觉得闪婚的弊端一点也没在她俩身上体现出来 她们就是天生一对 她就如同小说中女主角一样幸运 她是什么时候真正觉得不对劲的呢 生孩子那天 她忍受了万般疼痛 生出孩子后 却发现急急忙忙进来的丈夫 没看她一眼 只是紧张地看着宝宝 然后像是完成了什么任务一样松了口气 而她从期望到失望也不过短短半天 而那天 婆婆在高兴之余 对她也有种掩饰不了的愧疚 后来 唐子博大概是认为有了孩子 完成了任务 不再需要小心翼翼了吧 很快就开始放飞自我 频繁夜不归宿 对她再也没有之前那样好 但即使是这样 余安娜也一直以为唐子博也许只是喜新厌旧了而已 这样不过是个出轨的渣男 直到那一刻 她推开房门 看见床上衣衫不整 翻云覆雨的两个男人 她才知道自己一直认为的好男人 原来是个骗婚的人渣 余安娜认为自己很冷静 她看着眼前的凌乱 只想冷笑 这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唐子博对她肢体接触的抗拒 以及婆婆时不时流露出的愧疚了 亏她还天真的相信了他们的谎言 明明这场骗局错漏百出 怪就怪她自是不凡吧 不然怎么就轻易相信这样一个优质男人会随随便便地落到自己头上 还改变了自己的许多原则 许多坚持在她若即若离的小把戏下简直一攻就破 确实可笑 她将唐子博叫出来 她面带愧疚 无言以对 她没理会 只扔下一句我们离婚吧 就想离开 可唐子博很快叫住她 这件事确实是我对不起你 你是个好姑娘 我害了你 我确实是个人渣 但 然后 她又不明不白地说了句 离婚对你会很不利的 约安娜没过多反应 只是转身离开 约安娜第二天就找来自己的爸妈和公公婆婆 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 她爸妈听后 接一脸怒容 离婚 这是没得说 居然做出这种厚颜无耻之事 她婆婆眼含愧疚 很快就开口了 这事确实是我们家对不起安娜 但现在离婚对谁都不好啊 后面她说的却不是什么好话 往难听的来说 安娜已经这个岁数了 又生过孩子 身材已经变样了 又拖着个孩子 谁还会要呢 而且安娜已经辞职那么久了 没积蓄又又没工作 该怎么养活自己呢 而且事情传出去 她自己也会被戳几辆骨啊 刚生了孩子 孩子还那么小 你也不忍心吧 好歹现在跟伯儿这样 等孩子长大了再商量吧 这番话看似苦口婆心 实则句句扎心 于安娜的父母听完后都有些沉默 于安娜脑子一猛 竟是没有想到这茬儿 她又想起今天唐子伯说的那句意义不明的话 浑身发抖 如同坠入冰窟 这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 一步步让我辞职 然后让我失去独立的能力 最后他们自然是不欢而散 不过好在于安娜得到了自己父母的无条件支持 于安娜坐在镜子前紧盯着镜子 脑子里像是有一团乱麻 她又站起身看了看孩子 那个孩子睡得正香 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但奈何她一想起曾经觉得甜蜜和浪漫的事情 如今都只觉得恶心 想起这场骗局 她不甘心 昏蔽虚离 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我不能毁了自己和孩子的一生 下了决心 但还毫无头绪 于安娜坐下打开电脑 打算从网络上寻求一点方法 她这才发现原来同期真的还蛮多的 同性恋目前在中国并不能完全被传统观念所接受 何况是几年前 所以相当一部分毫无道德的人渣选择了骗婚 在百般搜寻下 于安娜也很难找到能积极面对这件事的同期 她无奈地发现不少人明明是受害者 还是因为很多原因而不得不妥协 他们妥协的原因无非就是唐子伯妈妈说的那些 甚至有不少人是因为同情 于安娜却认为同性恋暂时无法被大众接受 但绝对不能成为同期存在的理由 也不是坏人欺骗别人的借口 唐子伯妈妈的那些话 只是需要面对的困难而已 并不是原谅和胆怯逃避和妥协的原因 于安娜并不讨厌同性恋 她本身也有几位很好的朋友是同性恋 她只是讨厌像唐子伯那样骗婚的人渣而已 她只会尊重那些敢于面对 能够堂堂正正地赢得自己权益的人 于安娜考虑了很久 最终决定自己反击 从自己维护自己开始 其实 大多数问题对于安娜而言都不算大问题 传统中的结婚生子问题 她从来不会太在乎 她一向看中的脸和阴生孩子 而走行的身材都还容易补救 孩子确实是无辜的 她既然生下了这个孩子 就会对她负责 所以孩子她会带走抚养 但该负的则唐子伯也无法逃避 她一定会让她付出应有的代价 但有一个确实有点棘手地 横在于安娜面前的问题就是 经济 在这段婚姻里 她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随意听信了唐子伯的话 把自己放在一句诺言上 轻易选择了辞职 没有自主经济能力 又如何掌控自己的人生 不过事情显然还有得挽救 曾令她引以为豪的高学历 并不是假的 仍然是受社会认可的 她离职也还不久 还可以凭借着经验和学历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虽然不少事情在这个社会上 确实还是会让她受到不小阻碍 比如单亲妈妈的身份 但也不是无法克服 即使会让她不能得到原本那个档次的工作 但也不会差到养不活他们母子俩 这时 余安娜格外庆幸自己 及时发现了真相 否则就如温水煮青蛙 等她真正失去了独立能力 连孩子的奶粉尿不浅 都得向唐子博药的时候 就算她发现了真相 又能如何 长时间不工作的她 又如何能适应这社会呢 还不是要被困在这婚姻里逃不出去 想好对策的第二天 余安娜跟自家父母 说清楚自己的想法后 就着手于实际 行动起来 她先是约了唐子博和她的父母假意示好 表现出一副愿意妥协的无害样子 欲让他们放松警惕 有这段时间一直都面容憔悴 自以为把握住她弱点的唐子博一家三口 没有丝毫怀疑 接着 余安娜一边暗自做好简历 托职场上的好友帮她寻找合适的工作 一边偷偷找了私家侦探帮她调查清楚事情的经过 但她自己也明白私家侦探调查出的东西无法作为法庭上的举证 所以这不过是作为她收集证据的一个辅助罢了 她每天健身 靠着自制力和自律恢复了身材 同时还会经常和唐子博聊天 带着录音器的那种 一开始唐子博还有戒备 但在长时间 她对于自己无害善良而具有同情心的形象建设下 唐子博也把她当作了知心朋友 而只要她认为她是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了 她就成功了一半 终于在聊天过程中好几次貌似无意地询问下 余安娜如愿地收集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并且由于唐子博也不会太注意她 她并没有引起对方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 在一个咖啡厅内 画着精致装容的余安娜笑着与坐在对面的人握了握手 付好钱拿过对方手里的文件带 谢谢了 交易罢了 各取所需 对方笑着摇摇头 余小姐您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 如果您还需要散播消息等 还可以联系我们 不料 我并不打算以违法对抗违法 我自有打算 谢谢了 余安娜笑着回答 对方微微点点头 起身留下了让她自己处理资料的空间 余安娜一点点仔细地对比了自己手中收集的证据和从斯嘉侦探那得来的资料 她心满意足地发现自己收集的和需要的证据都已经很齐全了 她才将东西全部整理好发给自己早就联系好的律师 最终孩子被判给了余安娜 唐子博在舆论、道德以及法院的影响下净身出户 还要负责每个月给孩子一定的抚养费用 法院的审判原因过程和结果被人传到网上 网络上对这种事情的关注度向来很大 再稍稍加以、推波助澜 于是 在余安娜意料之中的 唐子博因为这件事受影响很大 他因为骗婚的事情被曝光而被人所不齿 绝大多数同性恋也同样批判她这种行为 同期的存在和种种问题也得到重视 余安娜带着行李和孩子走出唐家 她看着广阔的世界 阳光正好 她深知今后一切都需靠自己努力得来 否则就只能在泥潭沼泽里拼命挣扎后沉沦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妈妈生我的时候死了 爸爸在我七岁那年消失 是哥哥早早挫了学 起早贪黑带大了我 后来他打断了我的腿 替我洗澡的时候 在我耳边轻声说 长胸如腹 小念以后就叫我爸爸好不好 哥哥打了盆热水 半跪在我身前 替我脱掉鞋袜 他的手指白皙修长 指腹却有层厚厚的老茧 那是常年干粗活留下的 指尖划过足底的时候 我的脚趾不自觉蜷缩了下 他突然停下来 我自小夏半身瘫痪 这本事不该发生的 哥哥缓缓抬起头 月光流淌在他的脸上 苍白幽密 小念 你的腿好了 他语气依旧柔和 脸上却看不到情绪 没有啊 怎么了哥哥 我眨眨眼 仿佛完全没有 注意到脚趾的动作 哥哥不说话了 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的脸 突然间 他的手猛地下沉 带着我的脚落进水里 水刚从暖瓶里倒出来 腾腾地冒着热气 我的脚很快变得通红 哥哥 你怎么怪怪的 我缩了缩脖子 有些畏惧地看着他 他仍是不说话 目光带着探寻 像只盯住猎物的兽 对不起 白天太累 忘记对冷水了 他的脸上终于浮现出熟悉的笑容 连忙捧起我的脚 轻轻吹气 可能是太希望你的腿能好起来吧 所以看错了 哥哥重新低下头 柔软地唇落在我的脚背 轻轻舔噬上面的水珠 嘴里轻哼 痛痛坏 痛痛快走开 这是他与我从小便开始的游戏 我照就被他逗得哥哥直笑 洗完脚 他将我从轮椅上抱起来 放在床上 开始截我的扣子 替我换上睡衣 我已经十二岁了 潜意识中开始感到羞耻 扭过头去 哥哥 我想学着自己穿衣服 我红着脸说 他的手顿了顿 轻笑了声 等小念再长大些吧 他的手指像是带着电 翻着灼热的温度 划过我的皮肤时 激起无数鸡皮疙瘩 痒痒的 换完衣服 他端来一杯水 和十几粒花花绿绿的药片 小念 吃药了 我等会儿自己吃吗 我脸上泛出苦涩 从小到大 最痛苦的事 就是每天吃这些药了 但哥哥的脸上 透着不容拒绝的神情 虽然平日他什么事都医我 但在吃药这件事上 无论我怎么撒娇都没有用 我苦着脸一粒粒吃下药片 哥哥的手落在我的小腿上 开始缓缓向上按摩 我努力抑制着加紧双腿的冲动 哥哥的手落在我手臂上的疤痕 轻轻骂萨 哥哥 我困了 我灌进最后一口水 装作被枪到的样子 掩盖身体的颤抖 他俯着我的背 让我躺下 替我噎好背脚 晚安小念 晚安哥哥 他俯身 在我的唇上落下一吻 关了灯 走出房间 我听见哥哥的脚步声 走进他自己的房间 房门关闭 夜色深沉 屋内一片寂静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 心中默默地数着数 一直念到一千的时候 才终于赶拳起身子 轻轻摸了摸被烫伤的脚 一阵钻心地刺痛袭来 我缓缓坐起身 轻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 稀稀苏苏的声响在夜里格外清晰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外 我将身体横出床边 打开塑料袋 伸出一根手指 狠狠捅向喉咙 紧接着便是一阵剧烈的呕吐 我压抑着喉咙 尽量不发出声音 终于将胃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净 系好袋子 重新藏进抽屉里 我从床入下取出一个薄薄的本子 打开 第一页只写着一行潦草的字 不要吃药 这个本子是一周前我无意中翻到的 字迹潦草 分辨不出是谁的的字迹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本子是写给谁的 可不知为何 从那天起 每晚吃了药后 我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夜深人静时 终于开始了催吐 而我从小瘫痪的下半身 竟然也随之开始逐渐有了知觉 我没有告诉哥哥 因为那些药是他买的 他说只有乖乖吃药 我的那些病才可能好起来 瘫痪 哮喘 糖尿病 斑痕体质 心率失常等等等等 我竖完嘴 慢慢从床上起身 赤着脚站在地上 我已经可以站起来了 虽然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 但这已经足够让我兴奋 我扶着墙走出房间 绕着小小的客厅来回夺着步子 感受着地面的粗糙 在寂静的深夜中 享受着独属于我的快乐 走到窗户边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声猫叫 我打开窗子 一只黄色的橘猫 蹲在旁边 睁着大眼睛看我 咪咪 我伸出根手指 她也伸出舌头 轻轻舔势 她的舌头上有细密的道刺 比哥哥的要粗糙许多 但并没有那种电流般的感觉 你饿了吗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 我去给你拿好吃的 等我 我转过身向厨房走去 腿脚地使用愈发熟练 我甚至不用扶着墙了 经过哥哥房门的时候 我顿了顿 贴着门厅里面的动静 寂静无声 我这才放心地走进厨房 就着月光 在柜台上的剩菜里找出几颗肉粒 放在手心 那只橘猫好聪明 在外面跟着 转到了厨房的窗外 眼巴巴地看着我 咪咪 吃肉肉了 我走到窗边 伸手推开 将手里的肉粒 放在她的面前 橘猫秀了秀 张开嘴 却又猛地一颤 她整个身子骤然攻起 浑身乍毛 瞳孔变成一道竖线 抬着脑袋死死地盯着我的身后 黑暗中 我的脖子后面 传来一道温热的呼吸 橘猫 凄厉地瞄了一声 转身逃进了黑暗中 一股冷意 顺着脚底蔓延至全身 我正想回身 一个清脆的咔嚓声响起 膝盖上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我身子一个不稳 直直地摔向地面 头磕在了窗檐上 昏迷前的最后一眼 我只看见一只白皙修长的手 紧握着一把染血的漆黑铁锤 再醒来时 天已经亮了 哥哥坐在床边 满脸关切地看着我 小念 你怎么样了 右腿膝盖上一阵阵刺骨的疼痛 我抬眼看去 已经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纱布 握室乱得不成样子 像被人翻过一遍 我呼吸一紧 目光下意识落在了床头柜的抽屉 空空荡荡 装着我呕吐物的袋子已经不见了 昨晚家里进了贼 好像是从客厅的窗户翻进来的 我听见厨房里有动静 跑出来就看见个人抱着你要往外跑 哥哥脸上留有后怕 我准备一会就去镇上报警 小念 你除了膝盖 还有别的地方伤着眉 我摇摇头 努力地从他脸上寻找说谎的痕迹 但很可惜 除了担心与关切 我没能找到别的神色 我得去工作了 哥哥摸了摸我的头 你在家乖乖等我回来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知道吗 我点点头 哥哥吻了我 离开房间 外面传来大门上锁的声音 紧接着是猪圈里的一阵骚动 那是哥哥临走前卫猪的动静 我翻开被褥 好在 那个本子还在 第二页还有一行字迹 他在猪圈里 喂的真的是猪吗 我突然想到 哥哥从不让我靠近猪圈 他说那里太脏了 我抵抗力差 容易生病 但我经常半夜 被猪圈里的动静吵醒 甚至 还有铁链的声响 猪圈里到底有什么 整个上午 我都被锁在了家里 我试过 从窗子翻出去 但是膝盖的疼痛 阻碍了这个想法 好在那只橘猫 又来了 我打开窗 让它进来 和它玩了一整个上午 我从小就没什么朋友 因为抵抗力差 出门一点花粉尘土 都可能 让我产生过敏 所以 也没上过学 更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 橘猫的到来 实在是给我孤独的生活 添了很多乐趣 就连哥哥什么时候回来都没有发现 那东西很脏的 哥哥站在门前 眼睛死死盯着 我腿上的猫 我吃了一惊 转过头 就看着哥哥向我走过来 伸手要赶 橘猫又拱起身子 冲着它哈气 哥哥 我 我和它玩了一个上午都没有事的 我连忙安抚橘猫 冲着哥哥解释 它很乖的 哥哥缩回了手 眯着眼看了橘猫很久 才转过脸问我 你很喜欢它 我点头 哥哥嗡了一声 转身向厨房走去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它的眼神中仿佛透着几分极度和失望 哥哥怎么会和一只橘猫叫气呢 我自嘲地笑笑 和橘猫玩了一天 晚上的时候 哥哥在桶里放好水 抱我去洗澡 橘猫很亲人 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但不知道为什么 它对哥哥总是抱有敌意的样子 哥哥开始替我脱衣服 从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是哥哥替我洗澡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可是橘猫坐在一边 歪着脑袋看我们 眼睛瞪得极大 倒有几分人类诧异的模样 哥哥的手停了下来 看什么 它用水瓢向橘猫泼了热水 赶出去 关上门 橘猫开始在外面挠门 小念 这猫丢了吧 好不好 哥哥将我放进桶里 用热水打湿我的头发 为什么呀 我问 因为 这个家有我们两个不就足够了吗 可是哥哥工作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啊 有咪咪陪我会很开心 哥哥的手很轻柔 我闭上眼 将头靠在桶边 有些困意 小念想要朋友吗 哥哥问 我一语般地嗡了一声 那想要爸爸吗 哥哥的呼吸声突然变得粗重起来 我睁开眼 发现蒸腾的雾气中 哥哥苍白的脸 此时如同喝了酒一般 红成一片 什么意思 我突然有些不适 长胸如腹 小念以后就叫我爸爸好不好 哥哥的嘴凑在我的耳边 他口中的热气要比水气更灼热 我的心脏砰砰跳了起来 长久的静默中 哥哥突然轻声笑起来 开个玩笑 后面的整个洗澡过程 就这么在沉默中度过了 洗完澡 哥哥替我擦干了身子 穿好衣服 抱到床上 他将热水和药片为我吃下 问了我 起身离开 哥哥 可以把门关一下吗 他走到门边的时候 我突然说 一个人睡觉害怕吗 哥哥突然回过头 眼睛亮了亮 哥哥陪你睡好不好 一个人睡害怕的话 我可以半个人睡 这样害怕的就是哥哥了 我开了个玩笑 哥哥也笑起来 没关系了 有咪咪陪我就好了 橘猫跳上了我的床 游着我抱在怀里 哥哥眼中的光亮暗淡下去 关掉灯 他的脸沉入阴影中 晚安 晚安 哥哥 他还是没有关门 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本想再次数数到一千 然后起来催吐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今晚好像出奇地困 数到两百多的时候 我便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半夜的时候 我迷迷糊糊间 感觉到一条湿搭搭的舌头 一下一下地舔着我的脚 我把脚网被子里缩了缩 小声嘟囔 咪咪别闹 喵橘猫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我整个人瞬间清醒过来 午夜的冷气 丝丝地顺着脚趾上 黏腻的唾液 向全身蔓延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舔我的脚 黑暗中一片寂静 我不知道 那个东西躲在哪里 恐惧如同无数只冰冷的手 在我的周身游移 我四肢僵硬 鬼压床 一般无法动弹 那个东西开始发出稀稀苏苏的声响 缓缓爬进了被子里 冰冷 滑腻 像一条舌般从我的双腿间爬上了我的身体 凑在我耳边 轻声说 我也可以当小念的猫啊 就在那一瞬间 我身体终于恢复了主动权 一个翻身爬了起来 按向床头的开关 灯光亮起 房间内空无一人 我一把掀开被子 里面什么也没有 是梦魇吗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拿起床头的水杯 颤抖地守一个眉我稳 杯子掉在了地上 咕噜噜地滚进了床底 咪咪 我带着哭腔嘀嘀地喊了一声 橘猫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想要下床去客厅看看 可就在脚趾刚接触到地面的瞬间 床底又发出一声诡异的动静 被子骨碌碌地滚了出来 我迅速缩回了脚 将自己用被子裹成了一团 那东西葬在床底 喵床底传来橘猫的叫声 冷汗随着身体的松弛瞬间遍布全身 我软软地倒了下去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咪咪 你吓死我了 我将上半身探出床檐 一边招呼他 一边趴着向床底看去 猛地对上了哥哥的脸 他的脸上长出了细密的黄色绒毛 双眼瞪得极大极圆 瞳孔成了一条幽绿的竖线 喵他的嘴一开一合 发出凄厉诡异的猫叫声 我从枕头上惊醒 房间仍旧漆黑 寂静一片 我打开台灯 怀里的橘猫不知跑哪里去了 我敲了敲床板 底下毫无声息 终于鼓足了勇气 朝床底看了一眼 空空荡荡 果然只是一场噩梦罢了 咪咪 我轻轻唤了声 却没有回应 窗外漆黑一片 我有些担心 找了个手电筒 走到窗边 咪咪 我将手电的光照向窗外 却看见哥哥的脸 紧紧地贴在玻璃上 近乎于变形 一双瞪圆了的眼睛 死死盯着我 你在找他吗 他抬起手 橘猫的身体血迹斑斑 软软地垂了下去 小念 他好像是跑进了猪圈 被猪踩到了 我坐在床上 泪如雨下地哭着 哥哥在一旁轻声安慰 我听见猪圈的动静 过去看到他的时候 已经不行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整个人几乎静攒 哥哥脸上露出 慌乱的神色 小念 要不 我去给你买 只猫陪你好不好 我摇了摇头 这是我交道的第一个朋友 但他就如同妈妈 爸爸一样 只要和我扯上关系 就注定 躲不开死亡 哥哥 你不要死好不好 我泪眼朦胧地 抬起头 脑中不禁想着 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离开我的样子 我不想一个人 我永远 不会离开小念的 哥哥保证 哥哥将我搂进怀里 他的怀抱温暖而柔软 这一刻 我只想着 他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爱我的人了 我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在醒来时 哥哥已经去工作了 床头柜上留了字条 说煮了鸡汤 在灶台上热着 我哭了一夜 早已经鸡肠鹿鹿 盛了碗汤 尝了一口 没有鸡汤的鲜味 味道有些怪 我很肯定之前 从没有喝到过这种味道 捞了块肉 肉质紧巴 是因为炖了太久吗 我又在锅里捞了捞 捞出一段 像是鸡脖子的细长骨肉 但似乎相较之于 鸡脖子又太过于细了些 而且 从上到下越来越细 到更像是一条尾巴 我猛地一阵反胃 弓着身子开始剧烈地呕吐起来 直吐到嘴里冒出酸水 我一把盖住炖锅 再也不敢看上一眼 捂着嘴冲进了厕所 不可能的 一定是我想多了 我吐得胃力空空荡荡 昏昏沉沉地走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 刹那间 我又想到了昨晚 哥哥贴在窗边 手里拿着橘猫尸体的样子 一阵鸡皮疙瘩 瞬间爬满了全身 哥哥昨晚似乎看到了 我下床走动的样子 但他自始至终 没有提过一次 难道他早就知道了 我腿恢复知觉的事了 我不由得联想起 前一晚在厨房的事情 整个上午 我就那么躺在床上 胡思乱想 只觉得整个脑袋 都要炸开了 我身体本来就弱 又吐了一通 等到快中午的时候 肚子早就饿得快要静挛起来 我索性不再去想这些 坐回轮椅上 推开窗 正巧看见村里面管家的女儿林璐 林姐姐 我朝他喊了声 他听见后 慢悠悠地晃到了我窗前 啥事 他脸上涂着浓重的妆 探着脑袋 朝我家里瞅了几眼 你哥在家吗 他工作去了 那个 可以麻烦您送碗面过来吗 林璐听了 脸上顿时露出失望的神色 贴了眼我身下的轮椅 不耐烦地说 几两 一两就行 十二块呀 还有跑路费五块 这个价格明显贵了些 但我也不好意思说破 只得点了点头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他才晃晃悠悠地端着碗面回来了 递给我 一只手搭在窗台上 找我搭话 你哥啥时候回来呀 碗里的面条没几根 青菜也看不见 更别提肉了 但我也不敢说什么 将就着吃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快了吧 哎 你哥多少岁了呀 有对象没有 我哥瘦瘦高高 长得也好 在这穷乡僻壤的村子里算得上出类拔萃 像林璐这样没嫁人的女孩挺多都惦记着她 只是哥哥平日沉默寡言 工作完基本就在家里陪我 与他们没啥交集 我一边应付着林姐喋喋不休的查户口 一边吃面 没几分钟就连汤待面地吃完了 林璐瞥了眼干干净净的碗底 吃笑了声 残废一个 还挺能吃 我看你哥那皮下 要不是有你这么个脱油瓶 早就成家了吧 这话实在有些伤人 我低着头 眼睛有些发热 但他说的确实有道理 我没法反驳 我将碗还给他 从抽屉里拿出十七块钱 沉默着递给他 林璐仔仔细细地数了遍钱 见我不答话 又撇了撇嘴 拖长调子 这钱不对啊 一两面十二 跑路费五块 不就是 你不是让我带二两面吗 他猛地拔高了嗓门 打断我的话 我明明 你个小残废 想吃霸王餐是不是 他明显不想给我说话的机会 声音一句大过一句 吃了二两的面 就付一两的钱 一丈 自己是个残废 就想在你姑奶奶头上薅羊毛 是不是啊 姑奶奶今天就告诉你了 没门 我被骂的一句话 也不敢说 虽然心里知道他就是 看我软弱可欺 但还是准备去拿钱 稀释宁人 可就在我抬起头的时候 我看见了哥哥出现在他的身后 哥哥怀里抱着个包 脸上却阴沉得快要滴下水来 扭曲得如同 昨晚贴在玻璃上的那张脸 林露皱了皱眉 顺着我的目光回过头 看见了哥哥 哥哥脸上的表情 却瞬间换上了笑脸 柔柔和和地道了生好 小林 有什么事吗 啊 姜哥哥呀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 林露原本直冷起来的脸 瞬间垮下去 露出个令人生艳的魅笑 小念这孩子还小 不懂事儿想贪小便宜 我这儿正跟他说道理呢 贪小便宜 小念不是这样的人啊 哥哥不急也不恼 仍是笑眯眯地替我解释 嗨 姜哥哥我跟你说 现在的这些小孩 心思多着呢 你是肯定不知道 要不来我家喝杯茶 我们细说细说 哥哥接过林露手里的碗 指尖似乎不经意地划过他的手 林露忙不迭地硬了 家里挺整洁爱 将哥哥你这一个人带着个妹妹 过得也挺不容易 林露一进屋子 就像个主人似的四处巡视了起来 经过厨房的时候 正巧看见了地上的呕吐痕迹 嘖嘖嘖 小念你这孩子 不是我说你 怎么就不能让你哥哥省点心呢 他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养你 你还把这家糟蹋成这样 说完 他便自顾自地拿了拖把 打扫起了厨房 江哥哥 你这家里 我看就是缺了点啥 嗯 缺个女人 你年纪也不小了 就没想着成个家 哥哥端了茶水 放在桌上 仍是笑眯眯地映着 主要是没碰到合适的 林露一听这话 瞬间来了精神 放下拖把 扭着腰枝 凑到哥哥身边 开始喋喋不休 哥哥 我跟你说 这找老婆呀 就得找个能顾家的 体贴人的 就比如说 像我这样的 还有小念 身体不好在家里待着也不舒服 不如找个什么疗养院 那儿林露 还是说说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吧 哥哥递过去杯茶 打断了他的话 啊那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林露被噎了下 摆摆手 做出宽宏大量的模样 就是这小念 明明吃了二两的面 却只想给一两的钱 其实也没多少钱 我也不计较这个 就是这孩子吧 不能从小就撒谎啊 是不是 这小时偷真 长大了 那还不得偷人 他自顾自地唠叨 却没注意到 哥哥脸上的笑容 逐渐暗了下去 小念 你吃了几两 哥哥问我 我突然有些不安 只觉得自己犯了大错 小声回道 一两你看看 你看看 他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 林露见我垂着头 不敢说话 顿时来了气焰 哥哥 要不把钱给他吧 我不想让哥哥 因为我的这点小事烦恼 算了算了 我也不稀罕这点钱 林露摆了摆手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 哥哥突然抬起头 脸上又露出笑咪咪的神情 眼睛弯成很好看的月牙形 看得林露脸都有些泛红 嗨 没事没事 他还小 我也不跟他计较 欺负小念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 哥哥站起身 凑近了林露 林露愣了愣 才意识到哥哥这是要替我要个说法的意思 脸色顿时变了 干嘛 小孩不学好吃霸王餐 你还要互独自咋地 这事总得弄清楚 哥哥依旧笑咪咪的 怎么弄清楚 林露吃笑一声 要不你给他肚子划开 看看里面到底有几两面 哥哥挡在我的面前 我心里一热 眼泪就落了下来 挺着脑袋向他吼 那你来划呀 哥哥却并没有应 只是眯着眼向着王姐问 要是只有一两面 你去死好不好 林露顿时脸上一震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但他泼辣惯了 嘴上却不肯服输 那 那要是有二两面呢 那哥哥才说了一个字 右手从口袋里伸出 带着一道冷光 划过林露的脖子 那你就更得去死了 一股热气腾腾的血液 喷涌而出 溅在了我的脸上 林露向后 踉跄了几步 像个被放了气的气球似的 瘫倒在地上 捂着脖子上 不断涌出的鲜血 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妹妹如果真的做了错事 当然要哥哥帮忙掩埋了 哥哥缓缓蹲下 看着王姐的嘴唇 一闭一合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像条掉在岸上 冰死的鱼 她的眼睛瞪得极大 眼球就像是 快要蹦出来似的 先是死死盯着哥哥的脸 又缓缓下移 向我瞥来 哥哥伸出食指与拇指 捏住那颗眼球 轻轻向外一把 我隐约听见了 波的一声 像是夏天汽水瓶盖 打开的声音 哥哥捏着那颗眼球 走到了我的面前 以后再有人冤枉你吃了二两面 可别再剖开肚子 让他瞧了 不如挖了他的眼 吞下去 让他自己去看个明白 脸上的血腥 臭滚烫 我的胸口开始剧烈地起伏 看着那颗逐渐向我嘴巴逼近的眼球 一阵天旋地转后 我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 又已经是黑夜了 哥哥坐在床边 手指轻轻无摸着我的脸 哥哥 你我瞬间想起白天的一切 惊恐地看向客厅 那里缺少了很多东西 地面水自泛着光 显然被清扫了一遍 不去想那些了 哥哥的手指有些粗糙 但抚摸在脸上的触感却很轻柔 莫名地让我安定下来 不管发生了什么 哥哥都会保护你的 说完 他眼中又露出开心的神情 嘴角勤笑 拂了拂嘴示意我的怀里 我才意识到怀里一片柔软 是那只橘猫 它怎么 我惊喜地叫出声 伸手揉在它的身上 橘猫却静静地不动 身体微微凹了下去 轻点哦 哥哥从我的怀里取出橘猫 放在了床头 它的眼中失去了神采 仍旧一动不动 一股淡淡的臭味开始在房间弥漫 咪咪变成了标本 你瞧 他现在是不是可爱多了 哥哥笑着摸了摸橘猫的毛发 死掉的东西最好了 他不会说话 不会提要求 更不会离开你 哥哥的眼中 没有了最先看见橘猫时的厌恶 此时满眼柔情 他会永远地陪着我们了 小念 哥哥的声音中透着炽热 我却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凉意 哥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夜色沉沉 床头的橘猫静静地看着我 哥哥今晚没有再让我吃药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发现 他看我的眼神 和看橘猫标本的时候 一模一样 他会不会将我也变成一个标本 永远地陪着他 这个想法的恐惧 让我愈发地睡不着了 我又想起本子上的那句话 他在猪圈里 喂的真的是猪吗 未知的恐惧 让我无法再假装平静下去 我翻起身 拿起手电筒 悄悄打开了窗户 膝盖的伤眉那么疼了 我爬出窗户 夜晚的冷气 让我打了个寒颤 我不自觉地看向哥哥房间的窗户 漆黑一片 但我难以自知地想象着窗子背后 哥哥的脸正贴着玻璃冷冷地看着我 我深吸口气 将恐惧甩在身后 朝着猪圈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刚推开猪圈的门 一股难以描述的恶臭便扑面而来 刺激得我一阵干呕 猪群被我引发的一阵骚动 杂乱的脚步声 仿佛在这里面隐藏着无数的人 我用衣袖捂住鼻子 强忍着恶心走了进去 手电的光成了黑暗中 我唯一寄托的存在 照着地面 我缓缓向内走去 猪群被铁栅栏横阁在两边 只留下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通行 随着我的逐渐深入 猪群不知为何 似乎变得躁动起来 开始伸出鼻子 凑向我的一百拼命绣着什么 到了最后 甚至有的猪开始张开嘴 猛地咬向我 撕扯起我的衣服 它们一系列反常的举动 不像是猪 更像是责人而逝的野兽 我很快发现了它们反常的原因 手电的光落在了石槽上 一截断手 已经被啃视得不成样子 露着森森白骨 混杂着饲料 静静地由猪嘴时不时咬上一口 再往后 大腿 躯干 一一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最后是临路那颗 几乎已经不能辨别出原貌的头颅 猪圈的恶臭混杂着血腥味 让我恶心地几乎就想立刻逃离 但我看见了墙角一处的存在 那里被铁栅栏单独隔了出来 没有猪的区域 地面上一块四四方方的木板 锁着一把上了锈的大锁 可那把锁其实形同虚设 因为那块木板实在被重铸腐蚀得太过了 像是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只用脚轻轻一踩 便支离破碎成了渣 随着木板破碎 我听见下面传来一声 若有若无的铁链响动 下面到底锁着什么东西 黑洞洞的地窖入口 像一张世人的嘴 但我心里有个声音 它告诉我一定要下去看看 我顺着一节台阶走了下去 地窖里的空气浑浊而潮湿 气味比猪圈里的还要难闻 地面积了一层稀泥 每走一步 都会发出啪哒啪哒的黏腻声响 我的脚突然踢到了一个什么坚硬的东西 咕噜噜滚出好远 手电的光照过去 是一颗几乎腐败成白骨的头骨 我大脑一阵眩晕 稀泊的空气与恐惧搅拌 我几乎就要倒下去 但我还是撑住了墙 让自己尽可能地恢复意识 这座猪圈 不止临露一个人的尸体 哗啦又是一声轻微的铁链响动 我将手电的光转向那边 一团黑影缩在墙角 不知是死是活 为我轻轻唤了声 它没有动静 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查看那个东西了 就在我准备转身逃离的时候 我看见了墙壁上一行暗红色的蚊子 像条血蛇似的在墙上爬行 每一个数字的后面 都画着六个小小的正字 是有人用写记录着日期 是铁链锁住的那个东西写的吗 那串数字长得吓人 冥冥中却又仿佛隐藏着什么 我不自觉地跟着数字向前看去 数字一直延续到1998年 七年前 这个时间让我感到很熟悉 那年我七岁 数字定格在了时尚 1998年十月 那是爸爸失踪的时间 但时的后面 却还有一行细小的蚊子 我俯着身子 将眼睛凑近了看过去 抓住你了 铁链想动 我光顾着看墙壁上的数字 却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被引诱着走到了墙角 那个东西就握在我的脚下 我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整个人就被那个东西死死地搂在了怀里 一张嘴角留着污浊口水的脸紧紧贴在我的眼前 他张开嘴 牙齿脱落了大半 露出黑色的牙床 半根扭曲得不成样子的舌头 在里面如动 恶臭扑鼻 我紧紧地闭上眼 等待着他咬在我的脸上 可我只听到一阵含糊不清的乌液 睁开眼 那张嘴只是紧紧地贴着我 不停重负着几个简单的口型 看了很久 我才分辨出他想要说的是什么 他 在 你 身 后 一阵微风从我身后传来 袭向我的脑袋 那个人抱着我 猛地转身 将我护在怀里 他的头上传来一声愣响 随后缓缓倒了下去 露出后面拿着铁锤的哥哥 那张满是污浊的脸 摔在地上的泥浆中 露出一个熟悉的笑容 是爸爸 小念 为什么不能乖乖地听话呢 哥哥垂着眼 白净的脸上沾了几滴鲜红的血珠 露出失望的神情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爸爸 我蜷缩在墙角 眼泪滚落 哥哥叹了口气 走到我身前 缓缓蹲下 伸出一只手 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忘记了吗 因为他对小念不好啊 就在此时 我突然关闭了手电 地窖重新归于黑暗 我抄起手边一根腿骨 狠狠砸向了了哥哥的头部 黑暗中传来一声吃痛的呻吟 我迅速爬起身 狂奔向台阶 跑出了地窖 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着 我不知道身后哥哥是否追了上来 只是拼了命地向猪圈外逃去 时间已经到黎明了 天边泛起一道电缆的光 或许只跑了一分钟吧 我的双腿就已经如同灌了千般沉重 我的体力太差了 不可能逃出哥哥的追捕的 我冲向一扇门前 拼命地敲打 开门的是个男人 我在村子里见过他 是个死了老婆多年的农户 大家都叫他张叔 救救我 屋内温暖的灯光 让我获得了一丝安全感 我哭着向他求救 张叔有些不明所以 但看到我满身的污秽后 还是让我进了屋内 不要告诉我哥我在这儿 我朝着他哭喊 快报警 张叔仍旧是满脸的茫然 他朝着我走了几步 不知道是不是当成了 小孩的风言风语 我去给你找件衣服换上吧 张叔看了眼 我凌乱的衣服 露出了大块大块雪白的皮肤 有些担心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听见门被人轻轻敲了两下 张叔 我家小念跑你这儿来了吗 是哥哥的声音 他的声音清澈 彬彬有礼 光是听着就让人抱以极大的好感 与信任 小念跟我闹脾气呢 大半夜离家出走 药都没有吃 我怕他出事 我看见了张叔责怪的神情 溺水般的绝望涌进全身 我看着张叔走向了门 也就不再去管他 转身冲进了卧室 身后是张叔开门的声音 我拿起一把椅子 狠狠砸向了窗户 然后爬上窗台 就在跳出去的瞬间 我看见了桌上的手机 我犹豫了 外面传来张叔和哥哥的交谈声 然后是一声闷响 肉体的倒地声 求饶声 再接着又是几声闷响 彻底没了动静 哥哥的脚步声走进了卧室 小念 他轻声换着我的名字 我藏在一个老实木箱里 手里紧紧握着已经拨通110的手机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哥哥的脚步声走到了窗边 踩到了碎玻璃上 发出咔吱咔吱的声响 小念在哪呢 哥哥轻声哼起了熟悉的曲子 那是他小时候哄我睡觉时会唱的 我听见他爬上窗台的声音 房间里很快回归寂静 手机已经被我关闭了音量 但那头还没有挂断电话 应该已经察觉到我这里出现了危险吧 我仍旧不敢发出声音 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 数到一千的时候 我才终于赶伸出手 缓缓将木箱的盖子推开一条小缝 一颗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紧贴在缝边 眼珠子缓缓下移 看向了我 原来藏在这里啊 哥哥说 我尖叫一声 香盖再次落了回去 紧接着 我听见了木箱上锁的声音 果然小念 还是最喜欢和哥哥玩捉迷藏了 可惜 每次都会被哥哥找到 哥哥又哼起了歌谣 紧接着是木箱被拖动的晃动 手机的光闪了闪 电量耗尽 彻底熄灭下去 我在箱里拼命地拍打挣扎 哥哥在箱外愉快地哼着歌 木箱被推上了小车 晃晃悠悠地沿着回家的路线行进 我听见打火机的声音 紧接着是火焰燃起的声音 木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哥哥似乎在我们的家里放了火 小车又晃晃悠悠地动了起来 很快 我听见路斯的叫声 湖水拍打在岸边 木箱被抬了起来 又落在了什么上面 左右摇摆 船桿滑动水面 水声哗哗 清晨湖面薄雾顺着缝隙 钻进箱子里 很快打湿了我的衣服 良意沁人 小船停了下来 哥哥打开箱盖 将我抱了出来 天边已经浮现出鱼堵白 一点日出的红色开始蔓延 小念 你知道哥哥有多爱你吗 哥哥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快不能呼吸了 想吃掉 想毁掉 想彻彻底底地独占 哥哥每说一句 搂着我的力气就加大一分 想把你藏起来 藏在无人知晓的地窖 只有我能抚摸毒响 又想把你装进琥珀 待在胸前招摇壮士 让全世界都知晓 你是我的 哥哥的眼泪落在我的脖子上 灼热的温度 在我身体里烫出一个洞 可我不能 哥哥突然松开了手 对不起 小念 对不起 此时的哥哥 全然没有了先前的阴沉 像个茫然无措的孩子 浮在我的肩头嚎啕大哭 小念 我该怎么办 你要离开我了吗 我该怎么办 我轻轻拍着哥哥的背 眼泪也落了下来 不会的 小念不会离开哥哥的 小念要和哥哥永远在一起 哥哥抬起了头 他的眼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 那我们永远在一起 哥哥脸上露出了熟悉的笑容 然后将汽油倒在了我的头上 我呆呆地看着他又将剩下的淋在了自己的身上 掏出了一只打火机 小念 永远地陪着哥哥 我握住了他的手 轻轻点了点头 在他打火机落下的瞬间 转身跳进了水里 余光中的最后一眼 是天边灿烂炽烈的云层 以及如同下花般燃烧的哥哥 对不起 哥哥火热明媚与冰冷阴沉的分界线中 我缓缓沉向了黑暗的湖底 周警官听完了我的供述 沉默许久 哥哥他我躺在病床上 问了半句 看见周警官的神情 便已经知晓了答案 江念 今天的问数就先到这里吧 基本和我们调查的情况没什么出入 周警官站起身 合上资料 你好好养病 之后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会再来问你 我轻轻点了点头 眼泪又落了下来 周警官走到门边 脚步顿了顿 又舌身返回病床边 看着我手臂的纱布 和苍白的脸 那天跳进水里的时候 火焰还是席卷到了我的手臂 造成了大面积的烧伤 我身体抵抗力差 溺水受寒 感染加上各种并发症 几乎要了我半条命 抢救了三天 能活下来几乎都算得上是个奇迹 江念 可以的话 就叫我小念吧 我说 从小到大 都是听哥哥这么叫我 突然被叫全名 还有些不习惯 周警官沉默了下 那小念 如果后面你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系我 他的眼中露出联系的神情 写下号码放在床头 毕竟你现在 一个人了 我作为你这起案件的负责人 也应该负责关于你的照看 他说完 脸上有些扭泥 向我点点头 转身离开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吧 我从重症病房转进了普通病房 只是身体还是很弱 从头到脚都疼得厉害 主治医生也知晓了我的情况 看我的时候总带着几分怜惜 见我平日沉默寡言的 便特意给我分配了一间单人病房 几个护士姐姐也把我当作了妹妹 下了班 围在我身边照看一番 留下很多零食水果 直到周警官走进病房 才一边叮咛嘱咐一通 一边离开了病房 解案了 他放下果栏 对我说 小念 想知道具体案情吗 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此时刻意放清了声音 似乎不想让我再 回忆起那段噩梦般的过往 我摇了摇头 他摁了声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资料 递给我 这是对你哥哥做的精神评估 他坐在床边 语气轻柔 后面的流程就不需要你参与了 安心养病就好 我看着纸上哥哥的照片 旁边精神疾病一栏中 写着几个大大的字眼 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 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 大概就是表现为 护理人对被护理人的一种病态照料 通常都是父母对孩子吧 会故意虚构子女患有病症 甚至投毒恶意造成子女患病或者残疾 以此获得绝对的控制权 并且在照顾保护子女的过程中 产生某种精神快感 你之前的情况 应该就是江白燕造成的 我没有说话 眼泪大磕大磕地落了下来 想念 以前的事情 就不要再想了 她笨拙地安慰着我 我抠着手指 浑身颤抖 努力掩藏着我的情绪 那张精神评估报告单被我折了一脚 盖住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的前三个字 孟乔森综合症 患者喜欢伪装生病或是受伤 以此获得他人的关注和同情 甚至于控制他人 他们面对吃药 打针 甚至是手术会表现出喜悦的情绪 患者多为孩子 我出生起就没有了妈妈 爸爸酗酒成性 与我们唯一的交流 语言用的是皮带 是温柔的哥哥照顾着我长大的 我并不会感到不幸 因为我有哥哥 全世界最爱我的哥哥 可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爸爸那样对他 他却还是要照顾最倒在路边的爸爸 爸爸偷走了哥哥对我的爱 所以在七岁那年 哥哥出去打工的时候 我跑到了爸爸的房间 我脱下他的裤子 然后在自己的身上掐出很多很多的淤青 躺在床角 哭泣着等待哥哥回家 那晚之后 我问哥哥 爸爸去哪里了 哥哥说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念再也不会被欺负了 我知道 哥哥从此只属于我一个人了 但这还不够 哥哥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了 所以我开始不停地发烧 感冒 过敏 呼吸困难 每次看到哥哥焦急地将我抱在怀里 狂奔在冬日的雪地中时 我都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很快地 我发现又有人想要偷走哥哥给我的爱了 那是个女人 穿着深白色的裙子 在某个夏天牵着哥哥的手回到家 笑盈盈地跟我问好 我也对他甜甜地笑 但我心里却恶心地想要吐在他脸上 那晚他没有回家 住在了哥哥的房间 凭什么他能抢走哥哥 我脱掉衣服 推着轮椅 冲进了哥哥的房间 哥哥慌乱地从他身上爬下来 他用被子遮掩住身体 脸上窘迫的样子 好笑极了 我说 哥哥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可以和你们一起睡吗 那晚我睡在他们中间 紧紧地抱着哥哥的手臂 装作做了噩梦 趁机踢了他好几脚 要是他识相点离开多好啊 可他还是留了下来 真不要脸 他还说 我已经长大了 要教我自己洗澡 恶心 但我还是甜甜地笑 说谢谢姐姐 然后在他将我抱进浴桶里的时候 掏出藏在毛巾里的剪刀狠狠扎进了手臂里 我自己的手臂 鲜血鼓鼓地往外躺着 很快染红了整桶水 他尖叫一声 就来夺我的剪刀 我松开手 任由他抢过去 然后一把抱住他的手腕 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所以哥哥冲进来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他握着染血的剪刀 以及我手臂上的伤口 哥哥的眼睛红了 他或许是想起那个晚上了吧 他冲过来 一把推开了女人 女人的头撞在砖角 软软地瘫了下去 他现在的样子可爱多了 不会说话 不会提要求 更不会抢走哥哥的爱 我又重新睡在了哥哥身边 我抱着他 看着他熟睡的脸 想 等我长大了 我来做哥哥的女人 第二天 我看见哥哥将女人的尸体 丢进了猪圈 这是个封闭的小山村 很多女人会无声无息地 跟着野男人离开 去往大城市 所以女人的消失 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再后来啊 哥哥捡了一只瘦瘦的流浪猫 第二天 我给哥哥看了手臂上的抓痕 然后开始呕吐 说我过敏了 哥哥把他丢进了滚沸的开水中 村里的林路 时常来给我免费送面吃 悄悄打探哥哥的情况 后来我吃掉了他的眼球 还有那个张叔 飞拉着哥哥说他有个远方侄女 要给哥哥做美 为什么总有这么多恶心的人 所以我又让哥哥看见他赤裸着出现在了我的房间 真好 哥哥的眼神逐渐变了 他好像眼里只看得见我了 哥哥变成了我要的形状 但我没想到爸爸还活着 哥哥欺骗了我 那么他是否还骗过我别的事情 那个穿白色裙子的女人是不是还活着 哥哥每天出去就是和他优惠的吧 他们会做什么 我一想到哥哥在他的身上用力的时候 我就恶心地吐酸水 哥哥是骗子 但我想原谅他 毕竟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人 我对哥哥说 我们一起去死吧 死掉就好了 没有欺骗 没有怀疑 再也不会分离 那样就真的能永远在一起了 小船在弧心荡漾 哥哥将汽油倒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气味都变得一样了 我依偎在他的怀里 想象着我和哥哥都变成灰 纠缠在一起 飘在天上落进水里 不分你我 但就在打火机落下去的瞬间 哥哥将我推进了水里 火焰中的哥哥像一朵燃烧的下滑 但他的眼睛里却只剩下麻木 以及爱憎纠缠分辨不清的茫然 哥哥他原来什么都知道 那我就先走了 有什么需要的就打电话给我 周警官摸了摸鼻子 站起身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沉默地转身要走 我拉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很粗糙 能紧紧地包裹住我的小手 让我想起了哥哥 我抬着脸 渲然欲气 你 可以当我的哥哥吗 户雷 哇 确